水灵根的资质 差不多一年多就可以升到初级学院了 也就是宗门外门 如果能成功驻基的话 就能进中级学院学习 现在各位长老都在闯荡秘境 每日都有宝物材料产出 偶尔也会有新的功法 或许等你升到初级学院 可以选择的功法会更多 不过现在就这三个选项 这功法的阶位也很简单 你现在学的圆灵宫 只是一阶 只能修炼到炼气圆满 几乎无法驻基 而二阶的荡波宫 则能修炼到助基圆满 余生六姐也是一样 是金丹圆满 以你145点的中品灵根资质 最多也就修炼到金丹中期罢了 听到中年修士的解释 李轩苗总算是搞懂了一些 点点头 我明白了 谢谢师叔 我决定了 我选择继续修炼圆灵宫 哦 你倒是个兴气高的 中年修士惊讶了一下 伸手指了指 那行 你去隔壁领课表和宿舍钥匙吧 隔壁的房间也不大 里面是个30多岁的中年女修 查看预牌后 拿出了一张A4纸和一块预决 女修声音冷淡 一副公式公办的模样 纸上是课表 上午三节课 每节课都会点名 每月都有考试 考试成绩会直接影响你考取初级学院的资格 成绩突出 还有宗门的贡献度奖励 不要迟到早退 旷课次数都会被宗门开除 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 你们可以自由修炼 或者探索一些秘境 在秘境中死亡复活期间 不会算旷课 但缺考会影响成绩 所以建议等每次考试完 再进行秘境探索 你是中品灵根 所以是中品单人洞府 水中87号 自己去找吧 这要是输入灵力 洞府大门就会打开 你自己去琢磨 好了 你现在也算正式加入我先连踪了 今天第一天就不用上课了 自己去洞府 找朋友都可以 去吧 一系列流程走完 李轩淼在院中继续深入 逐渐 他发现 这个院子说是院子 实际上更像是个封闭式的学校 高高的院墙是围栏 大型的房间是教室 小型的房间是办公室 全都由青黑色的石头筑成 看上去非常的肃穆 每个房间上有的牌匾 墙上都有介绍 介绍房间的功能 有些是宣讲堂 一 有的是术法训练室 有的是食堂 有的是自由活动室 很快 李轩淼就来到了宿舍区 这里的宿舍也分成好几种 有列水六层楼的小楼房 有下水两层楼的小别墅 以及 他寻找到的中水独门小院 后面还有占地更大的上水区 看着院子大小 是中水的三倍还多 占地近一亩 让人忍不住地羡慕 但并没有发现集水区 或者地水区 按照游戏论坛上的介绍 这些人应该是直接进入了初级学院 不和他们这些人 再凡城里打滚 不过李轩淼对自己的中水小院 已经很满意了 三房一听一味 估摸着有120多坪 没有公摊面积的那种 还带有一个200坪的小院 院子里有两块 看似被开垦出的小田 只不过 里面现在只有一些杂草 整个小院 也被一层薄薄的 好似结结的玩意包裹着 给人极强的安全感 房间的主卧也很特殊 房间的中央 有个离地20厘米的小台子 上面放着一个蒲团 坐在蒲团上 李轩淼能很明显地感受到 灵气的浓度增加 比外面浓了将近一倍 让人忍不住就想打坐练气 也没什么事 便立马盘膝坐下 开始运转圆灵弓 不得不说 这灵气充足 就是不一样 一个小周天不到15分钟 就运转完毕了 看上去一个大周天 最多也就一小时的样子 算下来 效率比清河县足足高了十倍多 想到自己在清河县时 一整天才能勉强完成一个大周天 李轩淼现在恨不得流下泪来 美美地运转了三个周天 他才打开玩家面板 开始查看 其他选项都不变 只有任务栏变了 里面一个新出现的 加入宗门 任务现在显示的是 完成状态 一下点击 十枚零石就掉了下来 让人尤为的高兴 加上功德任务的一枚 他再一次变成了有钱人 然后 又有新的任务跳出 助击修士 成为助击修士 奖励 随机二接法器一件 外门弟子 成为先联宗初级学院学生 奖励 随机一接法器一件 秘境探索 一 成功攻略一次一接秘境 奖励 自选通用术法一个 拍卖新人 在拍卖行上架十件超凡物品 奖励 下品零时二十五枚 副职业学徒 成功制作出一接修仙百艺产物一件 奖励 随机一接灵才一件 期末大考 参与预科学院期末大考 奖励 根据大考名次 给予奖励 祭拜造神 在秘境门口处 祭拜一次造神 获得造神赐福 奖励 随机一接灵才一件 对了 对了 这任务才对吗 这才是我想要玩的游戏啊 咚 咚 咚 刚上线 功法才运转了两个大周天不到 李轩秒就听到了沉闷的上课钟声 这已经是他来到先连宗新地图的第四天了 也算是基本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稍稍梳洗了一下 就走出宿舍 和其他人一样 往教室而去 按照课表的显示 今天上午还是三节课 两节文化课 一节识操课 每节课一点宗门贡献 文化课在宣讲堂 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房间 和以前自己上大学时的阶梯教室差不多 能坐上百人 只不过和阶梯教室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桌椅 只有一地柔软的蒲团 不得不说 这种座位安排 还是很符合先连宗这个修仙宗门的名字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让人不太习惯 到现在 来到先连宗新地图的玩家 已经很多了 就他们水灵浴科学院 就有120多人 一个教室还坐不下 得分到两个宣讲堂 李轩秒到的还算早 选了个靠前的蒲团 距离讲台不过三丈远 第一节课 是没出现过的新课程 修仙界地理 讲课的是个气势十分浑厚 让人一看到就宛若看到 一座大山的壮汉 看他的样貌 修炼过传说中的断体功法 也说不定 不过这家伙看着五大三粗 讲课却意外的好 比前几天几个或结结巴巴 或照本宣科 或一脸不耐烦的老师好多了 只是 听着听着 李轩秒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按照这位老师的讲述 自己所在的这个先连宗 处于一个名为先连岛的大岛上 而先连岛 位于一个名为 类海域的六阶大仙域 而类海域则是修仙界诸多仙域中的一个 每个仙域都广大无比 像这个先连宗所在的先连岛上 就有七八个人类国度 每个国度都幅员辽阔 目前所在的地方 只是先连岛的一小部分 自己原来所在的大鱼巢世界 按描述的大小来讲 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凡人小国 这样的小国 随便一个先运周边 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 而我们这些人 只是某个洞天小世界中的移民 是有着复活能力的一人 无数全新的信息席卷而来 让李轩淼有些目瞪口呆 这些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让人恨不得立马下线 汇报给卫数局 还好 李轩淼还记得自己的任务 自己所在的是战斗队 目前的任务 是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实力 去攻略秘境 获得秘境中的物品 至于上报课程内容的事情 有专门的情报组负责 不需要他操心 一节课是半个时辰 一会儿是 老师一出门 教室里就热闹了起来 卧槽 这他妈是真的修仙世界啊 还以为是临近来着 分析组不是之前就有过猜测了吗 这里人的服饰风格和语言习惯 和渔潮那边有很大区别 大概率不是同一个事件 那明尊呢 上了好几天天课了 为什么没有老师 讲过明尊的事情 这个我和几个NPC交流过 他们都是先连宗宗主聘请的 没有听过明尊的事情 地图大才好玩嘛 不是说那个什么东皇狱 是第一献狱吗 我准备好了 等我晋升金丹 就去东皇狱 金丹 想得美 没听之前 修行理论基础的老师说嘛 只有中品灵根 才有可能晋升金丹 你的下品 助击救了不得了 还是寿命的问题 就算是中品灵根 理论上晋升金丹 都要三四百年 就算游戏里角色不死 现实中 我们也死翘翘了 除非你是极品 甚至以上的灵根 才有可能在死前晋升金丹 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说研究院那边 正在制造延收的药剂呢 拍卖行你们也看过了 里面是有严寿丹药的 我觉得玄 就算咱们攒灵石 买下这严寿丹药了 这也带不回现实世界啊 修仙界的灵草灵花 现实中又没有 怎么造 嘿嘿嘿 我想去妖狱 找大尾巴的狐狸小姐姐 找她干什么 送外卖吗 第二节是 一街妖兽详解 课 这门课程前天也上过 老师是个半边脸毁容的中年修士 他的讲课风格非常严格 听说他以前是什么路妖萌的成员 常年和妖兽打架 经验丰富 他那张脸是被某个金丹吉蛇妖毒液腐蚀掉的 虽然语气生硬沙哑 但讲课却并不无聊 因为他会提供自己的个人经验 来补充书本理论 这硬毛狼是最常见的一街妖兽之一 繁衍速度快 几乎什么都吃 但非常好对付 我以前练七七的时候 只要碰到不超过五只 都能一个人单挑 无伤杀光 诀窍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 狼这种妖兽 都是同头铁尾豆腐腰 咱只要集中攻击它们的腰部就行 当然 妖兽都有一点的智慧 也是知道防守的 我教大家一个实用小技巧 毒蛤类的 就非常难搞了 毒性咱暂时不提 关键它们生活的区域 一般都是池塘小湖 甚至沼泽 对不会飞行的低阶修饰很不友好 而且 毒蛤类的舌头速度极快 有些还会觉醒舌头类的天赋 极难躲避 说了这么多对咱不利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毒蛤类就不能对付了 尤其对我们水灵根的修士们来讲 对付毒蛤类还是很简单的 关键点就是一个字 骗 骗出它们的舌头 骗出它们的方位 这门课 李轩淼非常喜欢 听得非常认真 竖起耳朵 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 都刻在脑海中 作为曾经经经常给其他玩家 做游戏攻略的游戏区UP主 他对这种类似于游戏攻略的经验 简直欲罢不能 第三节时操课 就需要换教室了 大家纷纷来到了术法训练室 这个教室四面无墙 只有四根柱子 搭起一个屋顶 地方很大 相当于一个操场 和昨天的课程一样 今天还是学习 欲物数 用灵器对物品进行操控 老师是个女修士 看着二八方灵 但据说 已经是上千岁的金丹了 不少把持不住 搭讪的学生 都被他用水流滚筒洗衣机了一遍 现在老实了很多 和昨天一样 大家领取了铁环和小铁球后 就开始控制小铁球 穿过各个规格 越来越小的铁环 这门课程十分枯燥乏味 需要大家集中所有精神操控灵力 偷懒还会被老师用水边抽 一点休息都没有 不过李轩秒心中没有一点怨言 他觉得 这门通用术法的实用性非常高 熟练掌握对自己 没有一丝一毫的坏处 练得非常认真 两个时辰过去 上午的课程结束 所有玩家进入了自由行动状态 和其他玩家一样 李轩秒随着人流 走进了水灵玉科学院的食堂 食堂里都是从地上 长出来的木桌和木椅 看他们摆放的风格 李轩秒第一时间 想到了学校食堂 就连打饭的窗口也是一样 需要大家自己领盘子 去各个窗口前排队 浓浓地上大学济世感 今天的饭菜 和前几天差不多 就是一大碗零米饭 一份零菜炒肉丝 以及一小碗豆腐汤 一饭一菜一汤 简单地宛若在坐牢 但味道确实不错 零米零菜零肉的滋味 远非凡间的食材能比 只是最简单的调味 就比自己在刘胖胖家 吃的米其林饭店外卖 都要美味无数遍 因为那不仅仅是味蕾和肠胃的满足 而是全身上下 每一条经脉 每一个细胞的满足 就像沙漠中渴了三天的人 得到了一瓶矿泉水 在纯净的水里 一股温和的暖流从胃部弥漫开来 缓缓辐射向全身 没有二话 李轩秒把舔得干干净净的餐盘一跤 就跑回了自己的宿舍 立马盘膝开始修炼 这是他第一天吃饭就掌握的技巧 每次吃完饭后修炼 效率都能上升一倍还多 能持续将近一个时辰 和传说中的灵丹妙药都不差 可惜 食堂里每人每天只提供中午和晚上两餐 还是定量的 没法加饭加汤 吃完就没了 想再要一份也行 一枚零食一份 如果肯花上更多 还能点其他肉菜 两枚零食就能换一只烤灵鸡 李轩秒见别人点过 那烤鸡的香味 真是能把人魂魄都从胃里勾出来 他已经决定好了 等以后进了初级学院 选修仙百艺复课时 就选灵厨 每天吃个十七八顿 吃个爽 说实话 他当初也是真的差点把持不住 也去点个烤灵鸡 但最终还是咬牙放弃了 没办法 还是太穷了 他身上现在也就入宗任务 以及每日功德任务 获得的那一点点零食 后续也就每天一枚 实在是经不起挥霍 宗门那个试炼秘境广场 他第一天就去看过了 给他的第一印象 不是激动 不是热血沸腾 不是雄心万丈 而是消费主义 是缺钱 那个什么一阶秘境试炼 本身是不要钱的 每个秘境宗门弟子 每周都能攻略一次 这个秘境大鱼那边也有 只是在一个岛上 去过的玩家不多 而且是随机的 不像这里 有修宪 科技 五到三个可以选择 但是 秘境广场周边的建筑 周边的NPC 全都是花零食的大户 比如说 那个给人家BUFF的造神祭台 他还有个任务 但是祭拜他 却需要贡献零食 一份至少一零食 只能持续一天 为了完成任务 得到任务给的灵财奖励 李轩苗也祭拜了一次 买了一份一零食的酱猪题 结果就得到了一个 移动速度加一成的BUFF 效果只能说 聊胜于无 至于得到的那个一阶灵财 也是卖不上价的垃圾 放到不远处的拍卖行里 只能卖五零食 看似是赚了四零食 但这个 祭拜造神 只能完成一次 做完就没有了 让人对那些开出好货 开出优质灵财的玩家 羡慕不已 据说牧林学院有个家伙 开出一个名为点心铁的灵财 是炼制一阶法器的主裁 那么拳头大的一小块 卖了两百多零食 真的是 太不公平了 至于那些建筑或者 NPC那里的服务 就更不用说了 无论是铁匠工房 开光师文达 黑市伤人精病 珠宝技能导师佩妮 炼金工程师达吉 全都不是要花零食 就是需要特殊的货币 让人头疼 相对而言 还是拍卖行最为实惠一些 随便一搜 各种灵丹妙药 武器护甲 灵财灵种无一不有 只可惜 也全都价格昂贵 让人叹息 李轩苗有先天实力 有神通在身 修行也修得不错 但这些天 一直没有选择进入秘境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没零食 没法购买武器丹药 没有把握打过秘境 他学习的两门神通 一个气刃 可以在任意物品上 添加一道锋利无比的气刃 能极大的提高攻击力 即便物品离体 气刃也能持续差不多三秒钟时间 另一个是 硬化 可以使手中的物品硬度大大增加 拿着一块布都能抵挡寻常的箭矢 是一门防御型神通 对离手的物品 也能持续三四秒的效果 这两门神通 是他特地选择的 灵财所需的贡献点都不贵 非常适合他这种 一手迟钝 一手丢飞镖的武功露数 实战中效果不差 当出地都决战时 死在硬化气刃飞镖下的蛮足 不下十个 只是 他现在既没有大盾也没有飞镖 实诚战力发挥不出一成 把肚子里的存货修炼完 李轩秒再一次来到拍卖行 稍稍排了一会队 便来到操作台前 开始操作 很可惜 幸运女神没有眷顾 一阶法器的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挺 最便宜的还是一阶下品的锐金镖 一枚八十零食 这玩意真打起来还是个消耗品 身上没有三四十枚 根本打不了一仗 至于一阶的法器大盾 价格更是夸张 随便一面都是两三千零食 中品的四五千都有 让人都产生不了获得的想法 毫无疑问 这样的价格是李轩秒无法承受的 一枚飞镖就足够他攒好几个月了 等攒够四五十枚去下本 都不知道多久 听说这些法器都是这些宗门长老 大家的老师们随手练制的 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学生那么苛刻 一点人情都不讲 李轩秒也想过去买一套 繁俗材料的盾牌和飞镖 他在大鱼那边就是用繁俗材料 效果也不错 可惜在这片预科玩家活动区域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售卖繁俗武器或者材料的地方 拍卖行里最低都是一阶 让人头突 走出拍卖行 李轩 秒再次来到试炼秘境广场上 大家都是新来的新地图 都是从一无所有开的局 但是已经有人在组织队伍进入秘境了 李轩秒知道他们的结局 他们九成九都会死在秘境中 白白消耗24小时复活冷却时间 什么都得不到 可是李轩秒也能理解他们 不这么做 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新游戏的开荒总是艰苦的 或许自己也该拼一把 终于 李轩秒下定了决心 打开了玩家面板上的聊天窗口 下修仙本 来先天舞者 一等于四 速来拍卖行门口集合 您的复活冷却时间仅剩 23小时57分钟28秒 看着漆黑的空间上方 这一长条荧光大字 李轩秒忍不住给了自己两巴掌 并发出后悔的声音 操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副本有奖励关卡 可以搏一搏 现在想想 自己确实不是那种幸运女神眷顾的人 还是太侥幸了 明明自己以前都是非常比那些买彩票的人的 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明知道中不了却还在买 怎么轮到自己 反而就忍不住了呢 现在好了 白白损失一整天的发育时间 明天三杰克的宗门贡献度泡汤了不说 还少吃了两顿饭 哦 不 是三顿 马德 早知道就吃完晚饭再下副本了 真是亏到家了 又给了自己两个嘴巴子 惩罚之前的冲动 李轩秒这才退出游戏 从现实中醒了过来 看了下时间 才凌晨四点多 距离早饭时间还早 简单洗了个澡 李轩秒坐到了电脑前 登陆了卫数局的APP 相对于手机版 电脑版的APP里内容板块更多 据说还链接了最新的人工智能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为玩家解惑答疑 不过这个功能还在完善中 除了卫数局APP里的数据 外部网络上关于明尊游戏的内容很少 都是一些普通人的猜测 和都市传说差不多 甚至还有很多人压根不幸 有明尊游戏这回事 李轩秒首先登陆了 先连课堂板块 这个板块里全都是视频 由虚拟的AI形象 来在线游戏中课堂上的课程 课程内容全都是由学习了 追忆神通的情报人员 记录下来上传的 稍稍翻找了一下 果不其然 今天水灵学院的三节课 已经全都上传了 里面的AA形象做的 也和游戏中的讲师 有八九成相似 但还是能看出 他们语气和表情动作上的不自然 但不影响复习 李轩秒放下了一些心 有这个板块 就不用担心 错过明天的课程内容了 无非是少三点宗门贡献度罢了 宗门贡献度暂时虽然用不了 但根据进入初级学院的幸运们讲 宗门贡献度是可以用来兑换各种功法 术法 秘术 法器 修仙百易传承 各种灵财的 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只不过 兑换的东西 全都价格昂贵 比如说兼修类的一阶断体功法 铁身功 那是能分开兑换的 第一层就需要二百点贡献 十层全换下来的两千点 更不用说那些昂贵的秘书了 动辄上万 据说 宗门贡献度的大头 还是在每月的学院月考 以及每年的七中期末考试上 还有贡献零才给宗门 也会获得一定的贡献度 将今天的课程又复习了一遍 加强了记忆 李轩秒点点头 他感觉自己 现在学习的镜头 比高三的时候都高 没有办法 伯父本是不行的了 好不容易阻了个三仙天 加两化镜的队伍 连第一个boss都没打过去 不用战斗的奖励副本出现率 不超过1% 实在是太难博了 说实话 他组的这个队伍 已经算很高配了 按照官方的最新划分 把舞者境界分成明镜 暗镜 画镜 以及先天四个等级 一万多玩家 先天现在也就四十几个而已 还没有全部去先连岛 想组五先天 实在太难 而且 亲自打过之后 李轩秒也算看出来了 没有足够的武器以及补给 就算是五先天队伍 也是绝技打不过副本的 之前的小怪还算好 大家配合默契的话 受点轻伤 也能轻松全部拍死锤死 但boss不一样 就像他这次碰到的这只甲虫boss 身负肩甲 力大无穷 尽管只会横冲直撞 以及钳子夹击两种攻击方式 还是轻易 把他们一对全灭 躲确实能躲 大家轻功都不差 关键是攻击 权力一掌拍在boss头上 他晃晃脑袋就没事了 拍在甲铐上 足之上更是无用 全都和钢铁一般坚硬 你把手骨拍裂了 也拍不碎 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对付 李轩秒现在回顾的话 这boss身上 还是有不少甲铐之间的连接处的 如果有利刃刺入 是能够造成伤害的 boss的足支也足够细 如果用盾气全力敲击 未尝不能打折 大大减缓他的移动速度 到时候就是打靶子了 可惜 大家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双肉掌 被追得筋疲力尽后 被一一撞死啃实 死的那叫一个凄惨 哎 这游戏新版本什么都好 就是前期资源太少太少 你们就不能 发个新手武器包吗 哪怕反俗武器也行啊 你这样叫我们 怎么打副本啊 这游戏策划 真的是想挖开他的头看看 他是怎么想的 从冰箱里拿了罐冰可乐喝着 李轩秒又打开了 APP的玩家交流板块 看看大家面对这样的情况 是如何解决的 我赌到了奖励副本 哈哈 我是精灵学院金城路 大家知道 新地图开荒困难 实在没临时买法器 吃饭都吃不饱 实在没有办法 今天我也组了个队 准备进副本搏一搏 结果真的让我搏到了 还是修仙本 奖励副本中的溶洞副本 里面全都是大块的一阶水晶 一阶中乳烟 一阶灵水 现已全部上架拍卖行 就看明天能卖到多少了 PS 团队招人 只要先天高手 大家一起攻略副本 愿意的明天下午 来拍卖行门口面试 帖子下面 自然是无数万 简单羡慕极度狠 求求了 借我一千零食买法器 我给大爷跪下了 我只要五百 大爷先借给我 上面两个乞丐快滚开 我衣服的零食 当然要借给我啊 可惜我才暗尽 不然就求大佬包养了 我是先天 进队后可以借零食买武器吗 我剑法贼六 我是刘胖胖 一百个W换一千零食怎么样 死你了 羡慕死了 我也要去新地图打副本啊 学院院花评比 老四激进 各学院老师都基本出现了 大家觉得 哪个学院的老师最漂亮呢 请投出你公正的一票 火灵学院 刘萧萧 热情火辣 对学院十分清和 游问必答 大姐解释的辣妹 目前投票 一百十一票 水灵学院 洗衣仙子 赞不知名 冷若冰霜 宛弱少女 擅长以水流 把学员当衣服洗 目前投票 一百八十四票 精灵学院 听情仙子 背负古情 气质典雅 略带哀伤 让人怜惜 人妻典范 目前投票 二百五十五票 牧林学院 司徒福磊 青春少女 活泼爱笑 擅长种植 好感度 高可以骗到一些灵种 目前投票 八十九票 帖子下面 自然也是各种老司机 听情仙子第一 颜值第一 气质第一 为什么没有土灵学院 土灵学院没有女老师 为土灵根学子 默哀三分钟 我觉得 还是洗衣仙子最漂亮 就是脾气太差 不好沟通 谁说司徒福磊 那里可以骗到灵种的 楼主给我站出来 陪我复活时间 你们评得这么欢 搞没搞清楚 这些仙子有没有道理啊 不怕被他们道理打上门来吗 人家有道理 不妨碍我意 评选最美女老师啊 官方最新副本难度T度榜来了 以下图片 由卫数局分析局 根据大鱼地图试炼之导 以及仙联宗副本统计数据分析得出 仅供参考 目前已知一阶五人副本难度 以及出现概率如下 最高难度副本 地图大于一平方公里 有五个BOSS 小怪数量120左右 出现概率22.12% 中等难度副本 地图小于一平方公里 有四个BOSS 小怪数量60左右 出现概率39.23% 最低难度副本 地图大于一平方公里 有三个BOSS 小怪数量30左右 出现概率38.13% 奖励难度副本 地图小于一个标准足球场 无BOSS 无小怪 有限定时间 5分钟到15分钟不等 出现概率0.52% 目前玩家队伍 暂时没有最高难度副本通关记录 最高达到第五个BOSS 被全面 按照分析局预估 最终BOSS强度极高 除非玩家掌握地煞以上神通 或者达到练气后期 熟练掌握七至八门术法 才有可能通过 奖励副本概率这么低的吗 难怪我赌不到 早知道就不赌了 只见过第一个BOSS的弱机路过 我听说仙连宗的几个老师讲 好像他们也在打副本啊 为什么没在密境广场见过他们 人家当然打高阶副本了 在初级学院那边 等我们铸鸡了才能打 听说铸鸡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啊 这游戏升级太慢了 慢吗 我极品灵根 现在已经练气四层了 没有感觉很慢啊 好想打副本啊 可惜我角色先天体弱 暗镜都突破不了 看来以后只能走后勤路线了 我听说密境岛那边的攻略 足好像停下攻略副本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那还用问 副本里死掉了 就去仙连宗了 官方肯定是想培养一批 能稳定通过密境的小组 再攻略啊 不然金锐死光了 密境之岛怎么办 我觉得密境之岛放弃也无所谓 反正仙连宗有三个副本可以打 我制作出了第一张符录 我是极品土铃根的下下 大家都知道 我刚进初级学院的时候就给了我500点宗门贡献 这500点贡献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密法 法器都换不了 通用的竖法感觉也没大用 我就花400点 换了一节符录护身符的制作方法 还换了100点的材料 问老师借了一支伏笔 练了这么多天 终于 我制作出了第一张成功的护身符 它输入灵力就能使用 可以在你的身边形成一个灵力护盾 可以持续15分钟 是打boss的不二之选 大家放心 我这里肯定比拍卖行便宜 我看过了 拍卖行要25零食一张 我这里只要20零食 现在手上有5张 要的明天游戏内可以私聊 下面同样是羡慕极度狠 500点贡献 这就是极品灵根的待遇吗 这游戏一点都不公平 凭什么它是极品 我只是裂品啊 凭什么啊 买不起 到辞 符录一点都不划算 副本打不过的话 一点东西都得不到 符录一用 那是真的没有了 还是法器好 可以反复使用 我要有那么多贡献度 肯定攒起来换把好武器 我觉得 副职业还是灵厨最好 做出来吃掉 怎么都不会浪费 你不知道 之前投票选灵厨的是最多的吗 怕是学出来东西都卖不上价啊 我决定了 我要学最费钱的傀儡 我要玩群殴流 羡慕楼上这种没经过社会独打的孩子 希望你的纯真还能保持几年 论功法的选择 我是第一批进入仙连宗的玩家 和五大学院的人都交流过 对各个学院的功法 都搜集了不少信息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功法的选择问题 一家之言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 各个学院的功法数量是不一样的 像火灵学院 有四门功法 金灵是三门 木灵水灵都是两门 土灵看似是两门 但其中一阶功法 火炎功 是和火灵学院一样的 是火土双属性功法 并不算完全的土形功法 所以是最可怜的一个学院 大家刚进宗门 肯定面临功法的选择问题 我这边给出一些建议 首先 选高不选低 其次 选最适合自己的 最后 不想选的可以等 我们先说选高不选低 大家知道 功法是分等级的 目前最高的是 火灵学院的 验升万灵法 那是六阶功法 可以修到反须境界 即便是极品灵根 地品灵根都够用 如果你是火灵根弟子 选这个 肯定比其他两门要好 我已经找人测试过了 验升万灵法 练出来的灵力 确实比翠火功 火炎功 练出来的灵力更强一些 简单的灵气对撞 同境界 能形成压制效果 可以说 功法等级越高 修炼出来的灵力越强 选择高阶功法 肯定没有错 第二 选择适合自己的 这个就简单了 大家灵根等级不一样 一个裂品灵根 再怎么修炼 也无法助击 选高阶功法性价比不高 但有些功法 是有特殊效果的 比如说 火灵学院的 翠火功 它是一种非常适合 辅助炼丹的功法 如果你以后 想当一位炼丹师 转灵时 选翠火功 反而比 验升万灵法 更好 最后 不想选可以等 因为根据初级学院那边的消息 宗门是有专门的藏金格的 宗门里那些高阶修士 也会下副本 有时会获得功法 这些功法 是不上架拍卖行的 而是会去藏金格 兑换成宗门贡献 简单来说 就是藏金格里 还有很多很多功法 等大家晋升初级学院 就可以花贡献点兑换 所以大家不用急于意识 圆灵宫 修炼也不是太慢 这个帖子 李轩秒没有看评论 而是点出来 又选择了其他帖子 突然 一个热帖被管理员置顶了 我发现了新手开局 转灵时的最佳方法 已入手三千灵时 什么 有开局转三千灵时的方法 李轩秒眼神一亮 立马和其他人 一样点开了这个帖子 我发现了新手开局 转灵时的最佳方法 已入手三千灵时 我叫苏启强 内测玩家 刚来先联宗地图才三天 之前也和大家一样 看着拍卖行里 那些一阶法器流口水 但没有灵时下单 又没有勇气去读奖励副本 为了多转点灵时 真是天天绞尽脑汁 想过把两顿饭卖给其他人 想过大家一起集资 法器轮流用 让老是借贷 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天天看着副本却不能下 和饿极了的人 看着美味却不能吃一样 每天下午只能打坐练功 心仰难耐和受刑差不多 想必大家也和我有一样的痛苦 但是现在好了 大家不用受刑了 我找到了开局转灵时的最佳方法 今天一次就收获了三千灵时 这个方法用起来很简单 但是有些痛苦 也有些残忍 需要大家下点狠心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以下内容需打赏一百论坛必查看 内容隐藏 马德 原来是个标题党 把我骗进来的 这种标题党版主不管的吗 还给他置顶 这还有王法吗 李轩渺看了下自己的账号 一个论坛币都没有 看介绍 是一百块钱兑换一百点论坛币 可以用来打赏感觉有用的攻略帖 或者解锁帖子的隐藏内容 全属自愿 再看帖子下面的评论 全身一片骂声 并没有人泄露隐藏内容 虽然说 等一两个小时肯定会有人另外开贴 泄露隐藏内容 但李轩渺已经等不了了 版主既然这么长时间没有删帖 说明隐藏内容确实是有用的 算了 一百就一百吧 充值 支付 点击解锁 仪器呵成 隐藏内容也显示了出来 方法就是 把原先融入自己身体 开启神通的灵财 再次取出来 放到拍卖行上贩卖 虽然取出后的灵财会灵性下降 导致品质不高 但我的灵财是二阶灵财 所以也卖了三千灵石 扣除交易税 两千七百到手 简单来讲 就是用神通兑换灵石 建议其他没来先连宗的玩家 在大鱼那边多弄几个神通在身上 用不用的这随便 关键是灵财入体 方便取出 另外 灵财取出后神通会失效 而且对身体的损害也比较大 会陷入虚弱状态 我一整天打坐修炼的效率 都只有不到一半 可能好几天才能恢复回来 咱吃了那么多苦 给大家试出来一个实用攻略 总不能一百块都不给我吧 原来是这样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性酥的 也是个狠人啊 只是 损失一门神通 换开局的灵石 这其实也说不上划算吧 想当年 我为了这两门神通 也花了很多心思 没少动脑筋 获得的也不容易 唉 早知道我就把所有贡献 再换几门神通 再去仙连宗了 我之前把搜集的灵石灵财 都上缴了官方 那么多贡献 不说强力神通 换两门普通神通 完全是够的 真的是 怎么不早点 让我刷到这个帖子呢 我这么急着去新地图干什么 算了算了 现在后悔也晚了 这个交换虽然算不上划算 但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不这样 难道还去读奖励副本 只是 自己的气刃 硬化 都是非常好用的神通啊 一个加工 一个加防 完全和自己的战斗体系搭配 真是放弃哪个 都舍不得啊 李轩淼 呆呆地看着电脑屏幕 心中 反复纠结 无论如何 督下不定决心 突然 论坛上又有一个新帖子 被置顶了 而且是前面带 官方标识的帖子 关于神通换灵石的初步测试通告 鉴于苏启强先生最新上报的神通灵财换灵石方案 卫数局已组织人手进行了再次的尝试 现公布结果如下 一 神通灵财换灵石方案可行 除了少部分灵财化为液体 被人体吸收等特殊神通仪式 导致灵财无法取出的之外 其他可取出灵财 确实可以上拍卖行售卖 二 不同神通灵财 在拍卖行上显示的名称 和大鱼有很大的不同 目前灵财名称搜集对比图正在制作中 将于明月发布第一版 也希望大家之后主动上传 加快灵财名册的制作完成度 有贡献度奖励 三 神通灵财等界不同 暂时统计的规律 基本符合神通越强 灵财等级越高的规律 目前发现的灵财最高等级为三阶 价值15000下品零食 四 目前已确认 灵财取出后神通会消失 身体会陷入虚弱状态 而且 部分神通灵财取出后发现 对角色经脉造成一定的损伤 其他副作用还未确定 希望玩家谨慎选择这种赚取零食的方式 等待一段时间 由官方安全性测试完 再做决定 五 目前大鱼地图玩家 兑换神通需求旺盛 但鉴于官方仓库灵财不足的缘故 神通兑换贡献度铺涨25% 希望大家通过其他渠道 丰富自身神通储备 不要全指望官方兑换 帖子下面不多一会就是一大片评论 哈哈 还好我没去新地图 现在我就上线找管家换神通去 有副作用的 那还是算了 我听老师讲 经脉对修炼功法非常重要 非常难恢复的 我看拍卖行上有护卖单 说不定能缓解副作用 只有我一个人 什么神通都没有 就去了新地图吗 是的 只有你一个 哈哈 我等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去买法器 现在就要去打Boss 我觉得 反正一个灵财能换几千上万 不如组队 让一个人挖出灵财 去换灵石买法器 其他四个带他下本 这样才算资源最大花利用 楼上你贡献灵财 给我买把飞剑 我保证带你 我先天武者 剑法贼六 马德 早知道有官方通告 我就不花那一百冤枉钱了 就是说嘛 凡事不要急 你看 一急 不就白花钱了吗 我听说 有人已经学到了地煞神通 你们说地煞的灵财 能换多少灵石啊 我不学神通 把搜集到的灵财 全部缝进肚子里 然后自杀去仙联宗 大家说 有没有搞头啊 和往常一样 上完课 应付完 叽叽喳喳的学生 司徒福磊 走出外城区 回到了内城自己的洞府 仙联岛 不愧是六阶灵脉 仙联宗 财大气粗 分配给自己的洞府 有着三阶中品的集数 对自己这样筑基后期的修饰来讲 可以说完全足够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洞府外 还额外附有整整十亩的三阶灵田 还有一口灵水井 对自己这种木灵根 辅修灵直之术的修饰来讲 非常友好 比之前在朝明玉的时候 好了百倍不止 现在想来 那时候真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不仅野外妖兽众多 家族好不容易占据一座灵脉 不得不今年累月的防御 妖兽的进攻 几乎每年都能听到 家族中某某人战死的消息 就算局势稳定了一些年 灵脉上的洞府也是等级森严 三阶洞府都是金丹祖老的 二阶洞府中上品的 都得所有筑基伦流用 平日里修炼最多也是中品 还得论迪数 讲血脉 整天的勾心斗角 至于灵田就更不用说了 司徒家就是木道大家族 家族中大部分人都是木灵根 还家传了三阶灵直夫传承 谁都想要一片灵田 但家族虽然有缘因老祖坐镇 可无论如何 都占不了一个四阶灵脉 三阶灵脉上的灵田 总共就那么多 金丹祖老都分配不过来 哪里轮得到下面这些小猪接 想要开田 只能去外面找地方 随时随地面对妖兽的袭扰 如此也就罢了 虽然辛苦一些 但也能勉强活着 关键是 这人腰边疆 实在是太混乱了 到处都是敌人 就算挡住了妖兽的攻击 又会有其他人族家族 势力找过来 不敢硬拼 那就只能退走 把灵脉拱手相让 没有办法 老祖毕竟年纪大了 家传的功法 也确实不擅长斗法 家族能延续 至今已经是老祖和祖老们 拼了命为耻的 还好 万幸 老祖跟着陆妖蒙 驱累海域搏了一把 虽然损失了肉身 只留一个猿鹰狗活 却给家族搏出了一个未来 像现在这个洞府 放到以前 自己真是想都不敢想的 给院子里的灵田 上了一遍小型羽树 又上了一遍催生树 看着里面掌饰喜人的灵道 和灵菜灵果 司徒弗雷脸上 忍不住献出了笑意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吗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 这就是老祖说的 大树下面好乘凉啊 只要先连宗不倒 我司徒家就能一直发展壮大 自己也有可能窥视一下 那传说中的金丹之境 当一次祖老 想来也是倒不了的 有盗子宗主 有两位龙军坐镇 无论人族妖族 哪个势力不知死活 敢来触眉头呢 还是自己这些司徒家子弟 并不算先连宗的正式弟子 而是作为宗门外聘长老的附庸而存在 这样的附庸司徒弗雷见得多了 很多大势力 大宗门的灵脉旁边都会有一些先程 都是来安置这些附庸家族的 家族中只有灵根优秀的幼童 才会被收入宗门 目前司徒家只有十几个幼年子弟 被收入了宗门 其他人只是没有身份的附庸 能在先连岛上生活 但没有任何福利 自己这种有工作的还算好的 不仅有每月的零食供奉 每天上课都能获得二十点宗门贡献度 可以用来兑换宗门里的各种资源 家族里的其他人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赚零食 或者去那传说中的秘境中搏命 听说家族里已经有好几位祖老 以及住基的数败兄弟姐妹 死在秘境中了 司徒弗雷搞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宗门明明给我们家族安排了足弟 是四阶中品的灵脉 完全够我们家族繁衍生息了 为什么还要去秘境中搏命呢 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那可是足足十万贡献度才能兑换的 秘境中的产物 虽然能在宗门兑换为贡献度 但进一次秘境 把所有东西上缴 又能得到多少呢 几千 还是上万 就算一万一次 也得进去十次啊 谁知道 哪一次会碰到无法战胜的敌人呢 你们又不是我的那些学生 能够在一天后复活 为什么要拼命呢 种出点零食去拍卖行售卖 每年也能换不少零食吧 买单药 买灵财 多攒一点 买法器罚宝也足够了 真的是 有舒坦日子不过 偏偏要拼命 这宗门弟子的身份 就这么重要吗 说起来 这死后能复活的能力 确实非常强大 有这样的能力 以后外出冒险 就再也不用害怕了 但是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在足地生活 不要出现连岛的范围 就不会遭遇危险 有没有这种复活能力 又有什么区别呢 博士赐命 换一个复活能力 怎么看都是亏的啊 真是搞不定家族里的这些人 是怎么想的 还好 我知足尝乐 每天二十点 攒个几十年 也能换到宗门弟子的身份 没必要冒险 招招手 一枚灵果从灵田中飞出 落到了司徒福磊的手上 看了一会 他一口咬下 鲜红的汁水 带着浓郁的酸甜 填满了他的口腔 好吃 不愧是三阶的灵果 味道就是和二阶的不一样 感觉好像对神石增长 也有一定益处 这零食花的值 等这批灵果卖掉了 再去拍卖行看看 有什么新出现的灵众 这一批 应该这几天就能全部成熟 到时候 未必一定要全部卖给宗门食堂 也可以留几个 给那几个上品灵根的学生 打好关系 人家毕竟是上品灵根 又是正式弟子 能够复活 将来大概率能够晋升金丹 几颗灵果接个善缘 肯定是不会亏的 只是 他们现在都是练七七 这三阶灵根怕是虚不受补啊 还是花二阶的吧 这二阶的翠玉瓜就不错 强身健体 也很适合穆灵根弟子 就是也不能这么白送 这也太明显了 可以想个借口 考试不行 那些裂品灵根的垃圾 竟然也是正式弟子 也能复活 真是不知道 宗门是怎么想的 这帮家伙上课也很认真 月考未必考得差 还是按修炼进度来吧 比如修炼最努力 进步最快的学生 这就完全是上品灵根的优势了 把东西奖励出去 谁都说不出意见 嗯 就这么决定了 死 李轩秒抱贺一声 猛地刺出了手中的短剑 气刃 神通被他发挥到了极致 锋利的气流化作了实体 在剑锋上 形成了三尺剑芒 短剑一下刺入了巨蜥的后颈 一贯而入 就连剑柄都跟着 深深进入了血肉中 哦 似无丈长的巨蜥 嘶吼着继续前冲 没有任何躲闪 一下撞在了山壁上 撞出了一个凹坑 无数碎石落下 盖住了他的头颅 李轩秒彻底脱了力 一下坐倒在地 看着不远处一动不动的巨蜥 剧烈地喘着粗气 怎么样 干掉了吗 刘胖胖拿着一杆长枪 当作拐杖 一蹶一拐地靠过来 应该干掉了吧 不远处 另一个拿弓的小平头 语气不确定 这要是再干不掉 咱就得关小黑屋了 不要着急 我先试试 另一个队友双手合十 猛地一张 一条小火蛇 从他双掌之中飞出 蜿蜒地爬向不远处的巨蜥 boss 火蛇很有灵性 在腹部灼热地炙烤着巨蜥柔软的肚子 不多时 一股肉香就弥漫开来 让人忍不住鼻子耸动 死了 瓜儿又 这副本是真的难打 看到眼前的情况 刘胖胖终于放下心 也一屁股坐了下来 随着他的话 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纷纷放下心 坐下的坐下 躺下的躺下 盘膝调膝的调膝 吃单药疗伤的疗伤 各自恢复了起来 李轩苗也终于喘云了气息 从腰间的布袋子里拿出一个小木瓶 从里面倒出一枚丹药 吞进了肚中 温润的水灵器从腹中晕开 滋润着他的丹田和经脉 将他体内不断胀气的代价缓缓平息 同时也让他酸胀发麻的臂膀和小腿 慢慢放松 舒缓开来 真是好丹药啊 不愧是25-11粒的水运丹 坚固内外伤 还能大幅度恢复丹田灵力 果然贵有贵的道理 比单纯回气的水灵丹 效果好多了 嗯 还有一个boss 效果能打通吧 不然花的那么多灵石 可就都白花了 现在这灵石可是真的不好赚啊 我硬化 神通从手腕挖出的两颗二阶凝形石 笼共就卖了不到8000灵石 一把一阶短剑花了2500 20个锐金标花了1600 丹药和符禄花了近500 要是死在副本里了 这么多灵石可都白花了 想到这里 李轩秒再也忍不住了 老赵 你确定这副本真的是三boss的简单副本吗 不远处 一个拿大锤的壮憾立马回答 你们都问了几遍了 我说了 这个副本的地形 还有小怪boss分布卫数局的秘境资料库里 都是有的 之前说第二个boss是铁甲蜥蜴 不就是铁甲蜥蜴吗 哪里说错了 不好意思 我就是有的担心 毕竟这下一趟副本实在花费太大 李轩秒赶忙道歉 平日里卫数局的资料库你也多看看嘛 现在这么多人打副本 资料每天都在增加 多看看没坏处 老赵拿着锤子靠向蜥蜴boss 大家也围了过去 一起动手 帮忙把碎石挖开 把boss的尸体拉出来 boss身上全都是各种伤口 有些还在留着鲜红的血液 但确确实实已经死掉了 先挖腰单 再看看 他身上有什么好材料 刘胖胖立马指挥起来 先把我的短剑和飞镖挖出来 等一下 打官底boss还要用呢 李轩秒不同意他的观点 还好 boss的尸体够大 大家可以各忙各的 各种法器神通配合下 boss很快就被大鞋扒快了 还是按之前商量好的 腰单还有这些鳞片 都有我收着 其他的 你们看怎么处理 刘胖胖拿起那颗青灰色的腰单 还有几十片金属色泽的蜥蜴甲片 不客气地收进了自己储物袋中 储物袋可是真正的好东西 里面足有一个立方的面积 可以放下绝大多数法器 以及各种丹药灵财 而且卫术局已经做过测试 如果把储物袋和衣服缝在一起 是可以随着玩家的复活一起带回来的 不用担心好东西留在副本中 只可惜 储物袋实在太过昂贵 一个就要两万零食 除了刘胖胖这样财大气粗的家伙 现阶段没几个玩家买得起 李轩淼也很羡慕 但是并没有想要攒钱买储物袋的想法 原因很简单 等一年半后 升入了初级学院 宗门会给大家发放全新的宗门制服 那制服自带一个十方的储物袋 根本就用不着买 这也是现在大家为什么这么羡慕 极度恨那些极品灵根 及以上玩家的重要原因 这平白无故 就是省了二十万零食 真的是一点道理都不讲 但这极少数的初级学院玩家 也不全是好的 比如 他们所在的区域和大家是分开的 那边也有秘境 但是是二阶秘境 住机才能进入 现在进秘境的都是NPC土著 这些玩家只能留在学院里修炼 日子过得非常枯燥乏味 把一些巨细肉用油纸包好 放到木板车上 大家一边拉车前进 一边听老赵讲第三个BOSS的事情 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是个人形BOSS 擅长远程丢服 还都是诅咒 下毒类的俘虏 大家得自己想办法躲避 或者用防护俘虏抵挡 中毒了自己吃药 毕竟咱队伍里也没奶妈 打了一会 他还会释放出一只黑狗 这黑狗皮糙肉厚 身上还附有毒液 可以说是近战克星 大家尽量不要接触 不过这个BOSS卫数局的资料库里 有偷跑打法 这黑狗没有神志 只知道嗜血杀戮 我们等下进场后 必须第一时间 把巨蜥肉丢到地图边缘 尽量分散 控制住黑狗 到时候全力击杀BOSS BOSS死了 黑狗也会死掉 这个BOSS的掉落还是不错的 击杀后会有宝箱 它身上也有几率携带宝物 有一门 易接欲寿秘法 还有各种诅咒 和下毒类的俘虏方法 这些东西 卫数局已经搜集过了 大家用贡献度就能兑换 但也不是完全没用 上脚宗门 是可以换到宗门贡献度的 学习起来也是直接灌顶 比从官方那边学习 要简单很多 终于 走过一条陡峭狭长的山道 一个小小的山谷 出现在大家面前 山谷中有一个茅草屋 茅草屋前 站着一个灰袍老者 原来真的有小东西闯进来了 BOSS战打响 马德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啊 再一次从床上醒来 李轩瞄猛地砸了一下床头柜 将床头柜的木板都砸碎了 马德 还要赔床头柜的钱 真的是 这现实中练到暗镜 也不全是好事 周围的家具 变得更加脆弱一损了 呆呆地在床上坐了一会 李轩瞄忍不住祈祷 希望刘胖胖 他们能通关吧 这BOSS中了我好几件 四枚锐金镖 加上其他人的输出 想来应该剩不下多少血了 他们还剩三个 应该能打过吧 说好了 要把法器给我从副本里带出来的 他们应该不会忘吧 其他人都可以死 刘胖胖可不行啊 唉 说到底 还是准备不够充分 解毒丹药和灵盾服 准备的太少了 这BOSS的独剑伏特马 还自带追踪 这谁抖得掉啊 这老赵也真的是 也不提前提醒 早知道我多买一块盾牌进来 就根本不可能死了 换得换失中 李轩瞄洗漱完毕 来到了食堂二楼的包间 一楼是大食堂 二是四小时供应食物 也不要钱 不过都是些家常菜 翻来覆去就那么二三十样 大家早就吃腻了 二楼三楼则是大包间 提供点菜服务 各种山珍野味 生蒙海鲜全都有 只不过要额外付费 有些菜品还颇为昂贵 不过无所谓了 是刘胖胖出钱 尽副本钱说好了 无论打不打得过副本 下线后来 这个包间集合 随意点了壶茶喝着 在焦急的等待中 陆陆续续队伍里的 其他四个都来了 看着刘胖胖脸上的喜色 李轩瞄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放了下来 怎么样 打过了吗 第一个死掉的小瓶头 忍不住发问了 我的工回收了吗 放心好了 打过了 刘胖胖哈哈大笑 你们的法器 我都帮忙回收了 等你们上线 就还给你们 听到他话 李轩瞄脸上 也露出了笑容 也好奇发问 怎么样 boss报了什么 这次真的是大报了 老赵也是一脸的喜色 除了那门御寿密法 还获得了两个服录的方法 另外 宝箱里 还开出了铁甲蜥蜴的蛋 什么 蛋 小瓶头 有些搞不明白 就是第二个boss 一接上品的妖兽 老赵解释 那煤蛋 我们也去拍卖行鉴定过了 能卖三万二 还去宠物寄养所里看过 只要等28天 就能孵出来 到时候 可以用那门御寿密法进行控制 等什么时候 把它培养起来 下副本 我们就有个boss级的前排了 真的假的 这宠物 能带进副本 小瓶头不相信 当然是真的 我们特意问过 初级学院的人 那些筑基的土著 确实有些人是带宠物进本的 不占人员名额 老赵解释道 那要是我们每人配一个宠物 以后岂不是能十打一 五个boss围着一个boss打 岂不是什么本 都能打过去 李轩秒畅想着 哪有那么容易哦 流胖胖泼冷水 副本离宠物蛋暴率 不知道有多低 我听说官方在大鱼试炼之岛上 下了那么多次副本 也就掉过两次宠物蛋 有一个还是什么 诡异类的副本掉的 现在都不敢孵出来 还用干冰封印在 尖牙寨银行里呢 这个宠物蛋就不卖了 流胖胖先站起来 我也不藏着掖着 就是很想要 我想办法再收一笔零食 到时候 按照三万二的价格 把零食分给大家 怎么样 没问题 李轩秒首先答应下来 毕竟他就算想要 也没那么多钱收零食 而且 作为封策四人组之一 他和流胖胖关系 还是很好的 行 封策四人组里的小平头 也同意了下来 另外两人略微犹豫 也同意了方案 可惜呆文没有进仙联宗地图 现在还在尖牙寨帮官方做事 所以只能 另找了两个三人先天高手 他们这只五先天的队伍 在所有玩家中 也算是第一梯队的攻略组了 李轩秒估计了一下 自己如果还在画境阶段 怕是第二的铁甲蜥蜴 boss东普打不过去 这些boss的敏捷 可全都不低 另外 其他东西的分配 还是和之前说好的一样 刘胖胖继续确定 卖行 至于密法和俘虏制作法 等大家上线 全部学过之后 就上缴宗门兑换贡献 只不过 这里有个问题 密法和俘虏制作法 一共就三个 我们五个人怎么分配呢 刘胖胖说出疑虑 当然 我拿了宠物弹 肯定就不参加分配了 关键是 你们四个 怎么分这三个东西呢 包厢里很快陷入了沉默 很久都没有人说话 在新地图待了这么长时间 大家全都深刻地知道 宗门贡献度的珍惜度点 不下副本的话 除了每天的上课 以及每月月考的那一点点奖励 几乎没有其他渠道获得 而宗门贡献点 又是极其有用的 初级学院藏经阁里 那些不断增加的新功法 密法 术法 修仙百艺 全都需要功勋点兑换 谁都不想自己有短板 贡献度是越多越好 没人会选择放手 又沉默了有三分钟 一直没开口的另一位散人 先天王英开口了 这样吧 我想攒钱买件 就不要贡献度了 但是其他拿了东西的 得不及我零食 嗯 就算一点功勋点十枚零食好了 看到有人松口 其他人纷纷答应下来 毕竟零食可以交易 在论坛上吆喝几小时 多多少少能收到一些 但宗门贡献点 可是无法交易的 既然东西分好了 那就点菜吧 今天三顿都我来请 大家别客气 随便点 刘胖胖财大气粗 站起来就想叫服务员 等等 老赵又打断了他 还没分好呢 这预售秘法 和服务制作法的贡献点 可是不一样的 我们三个总得有个分法吧 那你觉得怎么分呢 小瓶头语气有些硬 这样 咱抢红包 等一下我在群里 发个三份的红包 我们三个人抢 谁抢到了第一谁先选 老赵提出方案 至于贡献点的数量 咱也不知道哪个高 就全凭运气 也不补差价 怎么样 行 李轩秒答应下来 很快 五人的小微信群里 就发出来一个100的红包 李轩秒一下点击 59块5到手 我选秘法 26块3的小平头 紧随其后 我选独剑符 马德 老赵骂了一声 颓然坐下 算了 点菜吧 叮咚 手机上突兀的响了起来 把正在电脑上刷资料库 看副本BOSS介绍 以及攻略建议的李轩秒 吓了一跳 他的手机是设置过的 绝大多数AP都是消息禁止状态 就连微信都只是消息震动 唯一会声音提示的 只有卫数局的官方APP 这个APP的消息提示也确实无法屏蔽 拿起来一看 果不其然 是自己的直属管理者 三大队周大队长的消息 让自己一小时后 去4号会议室开会 看到这消息 李轩秒就知道没好事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有命令要下达 得花时间给官方做事 大大的浪费自己修炼和打副本的时间 可是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 自己这些玩家必须得听从命令 真是羡慕那些没被找到的玩家的 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藏的 都过去两年多了 竟然还有三十几个没被卫数局抓到 去食堂简单吃了五两霸鱼饺子 李轩秒按时来到了会议室 4号会议室是个小型会议室 桌椅板凳加起来也不到一百张 和李轩秒预想的一样 一走进会议室 看到的都是熟悉的面孔 刘胖胖 小平头 老赵 王莹都在 还有最近论坛上很火的苏启强 金城路 几乎全都是游戏中的先天高手 以及一些神通强力的画镜宗师 简而言之 这会议室里的这群人 全都是目前玩家中的佼佼者 战力担当 不多时 三个战斗大队的队长也来了 在会议室牧墙前战成一排 一大队的李队长 首先开口 好 大家都齐了 我这里也不废话 诸位都是游戏中的高端战力 都是曾经打通过副本的人 甚至打通关多次的也不少 这次召集大家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国家的科技革新计划服务 做出贡献 现在的世界局势 经常看新闻的都知道 非常混乱 很多地方都在打仗 虽然距离我国很远 大多也是些小冲突 但不可否认 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 就在昨天 波斯国总统乘坐的飞机 还被不明势力击落了 说不准中州那边又得乱起来 可以说 现在整个世界就是个火药桶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爆发世界级的全面战争 我国虽然恪守中立 但未必能在未来的战争中 独善其身 想要延续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的同胞远离战火 首先还是得我们自己足够强大 这份强大 表现在科技实力 尤其是军事科技实力上 虽然之前我们通过游戏中的科技物品 确实提高了一定的科技实力 研发了不少新式武器 但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形成绝对优势 至少对核武器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抵御方法 说句不好听的 别人就算打不中我国本土 全打到我国周边 我们也不好受啊 所以 提高科研实力 研发出更加强大完善的全新防御系统 已经刻不容缓了 在外面 有无数科学家和相关研发企业在努力 我们这些玩家 既然得到这样颇天的机缘 自然也不能浪费 也得尽量做出贡献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尽可能地去攻略先连宗三大副本中的科技副本 获得更多的科技造物 上缴给官方 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可 可以在外城区建立一个科研中心 专门用来研究这些科技造物 后续建崖寨研究院那边 也将有至少一半研发人员会来到先连宗 我知道 大家其实更加喜欢攻略修先副本 通过率也很高 不仅里面的东西自己用得着 其他产出也能在拍卖行卖出高价 还能兑换宗门贡献度 打这种副本性价比最高 而科技副本相对而言攻略困难 失败率较高 就算获得了科技类武器 在其他副本中 威力也有限 其他科技测产物 在拍卖行也卖不上价格 大家几乎没有攻略的动力 但是没办法 修先功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修炼 只有那些科技测产物 才能在现实中复刻 相对于使个体强大的修行功法 或者武功 这种科技上的总体提升 才是真正对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更有益处 毕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的提高 才是文明发展的基础 大家也不用担心 科技测的产物拍卖行卖不上价 但是国家是不会小气的 在贡献点方面 我们会统一上涨50% 而且官方的兑换目录也会增加 相关的福利待遇 也会向大家的亲人普及 无论是生育 教育 住房 医疗 养老 都可以通过贡献点兑换 提升 大家个人的金钱方面 我们也会尽量满足 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另外 我们这边明天开始 会建立一个科技类物品的上脚贡献榜 排名最高的10名玩家 我们会给予特殊奖励 至于奖励是什么 暂时保密 但我们可以肯定 他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队长们叙叙叨叨说了半天 李轩苗也算搞清楚了他们的意思 原来是逼着大家下科技本 三个副本的冷却是独立的 打完一个 还能打另外两个 科技本李轩苗他们 自然也是打过的 那次准备的还非常完备 大盾 飞镖 俘禄 丹药 护身法器 全都被齐了 可惜结果并不好 进的是个数据库没收录的副本 不知道有几个boss 大家打到第三个boss的时候 没打过去 被团灭了 甚至都来不及把装备交给刘胖胖 全队就被boss的全屏高能激光 大招杀了的金光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把上次修仙本获得的零食全赔进去 还要倒贴 让整个小队都后悔不迭 没办法 本里的怪物是完全不同的 小怪很多都是人形 是有智商有配合的 五人十人的小队 拿着各种武器杀过来 比那些没脑子的妖兽难搞数倍 boss更是夸张 很多都是完全的机械造物 铁疙瘩一个 让人根本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就像上次副本第一个boss 那是抬高科技的坦克 前后左右四挺机枪 还能发射炮弹 根本就靠近不了 如果不是刘胖胖 买了大量火系的攻击浮禄 用浮禄狂轰烂炸烧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boss就得让大家团灭 所以不是实在没办法 李轩秒他们实在是不想打科技本 但现在没办法 上头下令 大家只能想办法了 走出会议室 一对人垂头丧气的 再次聚在食堂二楼包间 哎 真的是 你们说 怎么办 刘胖胖首先开口 怎么办 凉拌呗 人家那是和你商量吗 那是命令 只能打了 老赵看上去有些生气 这个贡献榜也有意思 排名靠前有奖励 那排名末尾呢 会不会被穿小鞋 王赢说出猜测 今天晚上有月考 月考好了就去打吧 小平头看上去是认命了 也算为国家做贡献了 到时候痛打新条国 军功章也有咱们的一半 科技本还好吧 没逼着咱打五道本 不然真的是逼死人了 李轩秒安慰大家 五道本大家也是打过的 结果更加不堪 虽然不知道是几个boss的难度 但第一个boss就把大家团灭了 也确实难度太夸张了 前面的小怪还好 是一群穿着古装的刀客 也就先天舞者的强度 刀法伶俐 但是没有神通和术法加持 虽然有十几个 还是被大家很容易就无伤搞定了 关键是那个boss 是一个身材娇小 戴着面具的女人 她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即便大家都是先天高手 但没一个能跟上她的速度 只能背靠背节震防守 可是守九必师 在大家的护身法器 护身俘禄都被那个女人 用匕首破掉后 大家就成了靶子 也就十几秒的功夫 大家就全都捂着脖子 倒在了地上 任凭鲜血流尽 冰冷又无助地死去 那种感受真的是 让人现在回想起来 都背脊发凉 恨自己的生命力 为什么那么强 经此一战 全队再没有人提议打武道本 讨论还在继续 开口的还是刘胖胖 那大家说 今天打科技本 应该多准备什么 我觉得火系服录效果也一般 而且消耗也太大了 这个我知道 听说雷系的服录效果不错 小平头给出建议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 他一个雷击服就导致 BOSS短路 变成活靶子了 我觉得 关键还是防御 BOSS的铁壳子 终究还是能破开的 关键是 BOSS的攻击太高了 上次那种 BOSS一把盾牌 根本不够用 老赵提议 这次我建议每人一把盾牌 而且是大号的全身盾 反正大家都拿得动 无非损失点移动速度罢了 第一次打的话 不一定打得过去 我觉得 打过一个BOSS 咱们先拆 把里面一些核心零件拆出来 放到队长那里 到时候就算死出来了 也不算一无所获 多少也能换到一些贡献点 不至于垫底 王英比较保守 和队友们开好会 商量了一大堆 晚上下本的细节 又一起胡吃海塞了一通 李轩秒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将纷乱的思绪抛开 李轩秒打开电脑 开始看视频 没办法 今天晚上宗门有月考 他因为打赴本复活的缘故 缺了不少课 必须得尽快补起来 要知道 月考可是会奖励 宗门贡献点的 想来肯定比一天三点 上课点数多得多 无论如何 也不能放弃 唉 想不到我这么大年纪 还要回到高中时期 学得这么辛苦 这游戏让我玩的 真的是 看着视频 做着笔记 李轩秒忍不住感慨 用一下午时间 李轩秒把这一个月的课程 按不同的科目 把每节课的知识点都总结了出来 开始强化记忆 只是 看着看着 他发现一些关键 感觉这些老师讲的课程 都是初期的松散 并不系统 往往讲着讲着 就有一些偏题的内容 而且知识点也比较宽泛 不是从小到大 或者从简到难 而是想到哪说到 只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在讲罢了 而且 看了其他几个学院老师的课程 发现明明是同一课程 但老师讲的内容却不一样 比如说的理课 水灵学院是从最大的东黄域开始讲的 但金灵学院那位光头讲师 却是从万佛域开始讲的 很明显 不出所料的话 这些老师应该也没有统一的课本 只是按照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进行输出 这一个个预科学院 看着是现代化的学院 但本质上 还是古代的师徒教育法 徒弟们学到的 只是师父心中的知识 他的世界观与修炼经验 这偌大的仙连宗 或许也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还好 李轩秒虽然惊奇 毕竟也是 曾经的双飞一本生 学习能力多少还是留了一些的 在晚饭前 基本把所有知识点都复习了一遍 对考试有了很强的自信 简单洗漱了一下 没有吃完饭 他就喝下药水 登陆了游戏 和他预想的一样 今天提早登陆的玩家不少 游戏里天还没亮 水灵学院的几个大教室里人 就做得差不多了 没办法 现在进入仙连宗地图的玩家越来越多 据说将近三千了 水灵学院也有五百多人 必须分成好几个教室 大家都在聊考试的事情 猜测考题 只有少部分还在讨论下副本 李轩秒没有加入讨论 只是一边回忆知识点 一边打坐练气 一个周天不到 妖兽详解课的前老师就走进了教室 只是 他的手上并没有拿试卷 双手空空 他环顾了教室一圈 拍拍手 好了 大家速静 课表上写了 今天是月考 第一门 修行理论基础 大家盘西宁神 考试开始 大家纷纷听话盘西正做 只见前老师右手一张 一颗七彩宝珠出现在他手中 灵光四溢 一看就是一个宝贝 宝珠随着他的法力催动 发出迷蒙的光彩 李轩秒只觉得脑子一昏 然后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浓浓的白雾之中 放眼望去 全身一片白雾 什么其他东西都看不见 什么情况 这把我弄哪来了 还是什么幻属 突然 高出一个清晰的声音响起 第一题 请问 修仙总共有几个境界 分别是什么 原来不是鄙视 是口答吗 还搞这些东西 你们也真是为了防作弊 煞费苦心啊 还好 这是非常基础的知识 李轩秒立马给出答案 有八个 分别是炼七七 助击七 回答完毕 那个清晰的女生再次想起 回答正确 第二题 修仙者的灵根 目前已知有多少种 哈哈 我喜欢这种考试方式 这么多年没动笔了 平时都是拼音打字 你真叫我写字 我都害怕有些字写不出来呢 李轩秒自信回答 目前已知为五十三种 一问一答之间 时间飞逝 迷蒙的白雾散开 李轩秒再一次看清了教室里的景象 看到了周围同样眼神无措的同学们 月考的时间很长 足有一个半时辰 一问一答之间 中间没有任何停顿 三分钟内不回答 直接判错 李轩 秒一路答下来 感觉强度并不比当年高考弱多少 还更加的让人紧张 还好 李轩秒平日里听课比较认真 每天还花时间复习巩固 记忆力也不错 几百道题目里 粗略估计下来 至少答对了八成 对最终成绩还是颇有信心的 至于剩下的两成 确实温的比较偏 都是一些细节 诸如沼泽里生活 有几种常见的蛙类妖兽 如门的跨于非洲西北航线 一共经过几个仙狱 外海珠仙狱中 最大的是哪个 这些内容 老师上课都只提了一嘴 短短几句话 感觉就像闲聊 李轩秒没有重视 就没有认真记忆 虽然不知道 最后会获得多少分数 但李轩秒有自信成绩 应该不错 应该在班级前列 毕竟所有学员中 学习了追忆 神通的情报员并不多 而且官方已经确认了 所有玩家都是成年人 最大的有六十多岁 大多数人都脱离 学习环境很久了 学习能力都有所下降 除了少部分刚刚成年 刚刚脱离高考苦海 学历正值巅峰的大学生 像他这样的学历 已经算玩家中的第一梯队了 台上的钱老师收回了珠子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法宝名为幻圣珠 以后的考试 都会在这片肾气患症中进行 至于大家的考试成绩 将在明日晨时 张贴在食堂外 只有成绩前一百名 才能获得宗门贡献点奖励 大家放心 月考是月考 升学考试是升学考试 决定大家能否升入初级学院的 还是明年的升学考试 说完 钱老师拍拍手 好了 大家考试也辛苦了 今天提前下课 大家都回去吧 距离中午开饭还有一点时间 李轩秒没有回宿舍 而是走出水灵学院 来到了拍卖行 他一向是个豁达的人 考试已经考完 再去纠结 也没什么用 不再想其他 趁着现在拍卖行人数不多 找了个拍卖台 就开始了采购 毕竟下午要去打科技本 一些准备还是要做的 刘胖胖虽然是队长 财大气粗 但作为队员 大多数东西 还是得自己准备 不能老去薅刘胖胖羊毛 薅得多了 再好的关系 也是会薅蛋的 他可不想放弃 这么好说话的一条大腿 法器还是一如既往的昂贵 那些练气师 NPC真的是一点价都不肯降 没有办法 李轩秒还是花八千零食 用大半的身家 买了一面大号的塔盾 感觉当个练气师 应该很赚钱 不过投入 应该也比较大 这种副职业 还是比较适合 刘胖胖这样 财大气粗的人来学 这面盾牌足有半丈高 能遮住大半的身体 而且看介绍 融入了一些一阶的寒铁 对火系攻击 有极强的抵御效果 加上每日能主动激发 三次精细的 铜墙铁壁 竖法 可以说是一阶中平法器中的极品 再配上五张2011张的雷击服 一瓶水运单 补充了十把破甲追按器 以及一些常见辅助品 把身上零食花得差不多了 李轩秒才去食堂吃了饭 回宿舍修炼到了下午集合时间 队伍里的其他队员 也一一来到秘境广场 只不过刘胖胖和老赵的脸色 都不太好看 怎么了 小平头一向不太会察言观色 直接开口询问 没什么 没考好 哎 刘胖胖叹气 那么多东西 杂气杂巴 根本记不住啊 怪我自己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准备让人从大鱼那边带一套 追忆 神通的灵才给我 我就不信了 下次这宗门贡献度 还能走得拖 老赵没有说话 但李轩秒也很理解他 他从小辍学出来打工 是个喜欢泡网吧的优秀尼瓦工 仙怜宗的这种教育模式 确实对他很不友好 而且他年纪也大了 有儿有女 儿子都十岁了 记忆力确实跟不上 可惜卫数局那边试过了 把灵才放进肚子里再自杀 并不能把灵才带到仙怜宗 只有真正变成神通基石的灵才才可以 想要获得别人的神通 只能买二手的 价格立马就上去了 不是刘胖胖这样的大富豪 根本买不起 算了算了 不说这些事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刘胖胖不想在上面多谈 直接岔开话题 好了 我也是 大家纷纷点头 配合战术 昨天早就讨论过了 没有二话 大家一起 向着不远处的秘境入口而去 可能是昨天开过会的缘故 今天赴本门口人 出奇的多 很多有名有姓的队伍都在 甚至还多了很多实力完全不够 跑来碰运气的临时队伍 昨天刷论坛的时候 看到过有幸运的发帖 科技本可是有奖励本的 他们进了一个化学试剂仓库 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金属箱子 箱子里全都是各种各样未知的高科技试剂 他们全队只恨自己没有代处无代 据说这对幸运换到了不少官方贡献点 奖金更是以十万计 真真的献杀旁人 每个副本门口都有 NPC看守 维护秩序 由于人数较多 大家不得不排起了队伍 正一边排队 一边闲聊 突然 不远处的广场入口 传来了一阵喧哗 吸引了李轩淼的目光 只见在一群玩家的簇拥中 一个相貌十分帅气的年轻人 走进了广场 不会吧 看到那人的脸 小平头忍不住发出感慨 他怎么也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 刘胖胖也表示了不减 来了先连岛 可是回不去的 看来国际局势确实紧张啊 不然卫戍局绝对不会批准他来先连岛的 王莹给出看法 这损失可太大了 不知道卫戍局给了他什么好处 李轩淼没有说话 因为他也认出了那个年轻人 他乃是地煞势力玉皇山的高徒 今生玉震 神通的传承者 他也是玩家里的名人名为李云飞 目前为止 玩家中仅有的两名地煞神通的修行者之一 真正的天之骄子 玩家巅峰战力 地煞神通的传承者可不是简单玩家 据说卫戍局那边甚至给这两个信任 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 在游戏内外给予帮助 保证他们的成长 而且 众所周知 神通是可以升级的 而升级是需要更多的灵财才能进行的 大多数玩家往往只会把神通修炼到小城 晋级一次就行 很少有人能攒得出晋升大城 甚至圆满的灵财 毕竟晋升小城是两份 大城可是四份 圆满更是要八份 玩家们目前还没有掌控灵境 获得灵财的渠道有限 极少有人能传出那么多灵财 就像李轩渺 他也只把自己的 气刃 神通 晋升到了小城罢了 硬化 的灵财比较稀缺 还没来得及弄 就来了仙莲宗 但地煞神通传承者和他们这些普通玩家 是完全不同的 听说这位李云飞 因为卫戍局权力帮助的缘故 在玉皇山一直混得不错 各种灵财都是宗门敞开供应的 只要你神通练到了那个境界 就会给你提供相应分数的灵财 据说 他已经将很多门神通都晋升到了大城境界 已经开始真正学习那门 今生欲震地煞神通了 很显然 在任何一个地煞势力 这种地煞级别的灵财 都是极为珍贵的 极难获取 一万多玩家 手段进出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得到任何一种地煞灵财 好不容易这个李云飞有这样的渠道 怎么想 最优解肯定是让他在玉皇山好好学习修炼 尽可能地把 今生欲震的等级晋升上去 消耗更多地煞级的灵财 如果有可能 肯定是让他把这门地煞神通 修炼到圆满了 再启用 这样才是利益的最大化 而现在 就算他已经学会了 今生欲震 想来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小城 后面大城的灵财 圆满的灵财怎么办呢 即便再送一个禁玉皇山 那也未必能获得这些地煞材料 这么急着把这位天之骄子 送到仙连宗地图 不是妥妥地扼杀了他的发展上线吗 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亏啊 如果是我 我肯定是不愿意提前出山的 不把玉皇山炸干净 我绝不会甘心 只是 在李轩淼的观察下 这位李云飞表情虽然很冷淡 但并没有什么愤怒或者不甘 他周围也全是一些阿谀奉承 许出各种条件 妄图把他拉进自己队伍里的投机客 我跟你讲 你只要进我的队伍 无论是法器还是俘虏丹药 我全包了 这里是一万零食 只要你开金口 拿去随便花 我刚刚查过了 拍卖行里 只有一把一阶上品的御敌法器 我现在暂时临时不够 正在筹措 李兄可否等我一会 我妹妹也是玩家 游戏角色超级漂亮 我明天就让他死到仙连宗来 还有一些问问题的闲人 你为啥来仙连宗地图啊 是官方逼你来的吗 是不是玉皇山被攻破了 你被杀掉了 哥哥你好杀呀 家的好友呗 我洞府的床又大又舒服 云飞哥哥是哪个学院的 妹妹我是学霸呢 可以给哥哥补课 地煞神通真的厉害吗 我还没见过呢 能给大家演示演示吗 你也是来打本的吗 准备打哪个副本啊 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副本门口的人 队伍自然维持不住 不少人都离开队伍围了过去 就连刘胖胖也不例外 和大家对视了一番后 就默契地过去看热闹了 走进广场 那位李云飞 找了个空旷处站定 咳嗽了两声 让大家安静 这才开口回答大家的问题 大家不要乱猜 我来仙连宗 不是官方逼迫的 是自己决定过来的 原因也很简单 相对于大鱼地图 还是仙连宗这边 发展上限更高 是的 我可以等 等个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把神通练到圆满再过来 但是到时候 游戏里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地煞神通虽然好 但我觉得 修仙功法才是正途 我之前已经把 元灵宫 献给了玉皇山的几位大师 也就是宗门长老之类的 他们和我也是一样的看法 简单来讲 神通本身 其实是残缺的术法 是通过灵财的灵性消耗 来取代灵力消耗的 一种旁门之道 所以 神通才会有代价这种东西 官方那边也有相关的论文 为什么大家从身体里 挖出来的灵财品质 会下降呢 很简单 里面的灵性被消耗了 这也是为什么 神通越用 代价越大的原因 灵性不足 就需要其他办法进行补充 至于地煞神通虽然珍贵 灵财等级可能高达五阶六阶 但它本身的发展 还是不可持续的 就算练到圆满 也会有灵性耗尽的一天 到时候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想被区区一个地煞约束 我想见到更美丽的风景 所以 我才向官方申请 来到了仙莲宗 哦 对了 我是精灵学院的 上品精灵根 五到十例是画镜巅峰 功法还没选 学的还是圆灵功 目前是三层 应该马上会升到四层 其他竖法 也就会欲物数 我的 今生欲阵 大家应该也都了解过 这本质上 是一门声波类的攻击神通 尤其对血肉类的目标效果极佳 基本无法抵御 而且攻击强度极高 可以直接在敌人身体内部 造成伤害 很显然 科技本并不适合我 我以后 应该只会去打修仙本和武道本 只是 因为说服卫术局同意我进来 我和他们做了一个交易 就是帮助他们 尽快地通过武道本 获得武道本里的修炼方法 看看能不能在现实中普及 所以 今天我想先试一下武道本 现在招募四个仙天以上 法器齐全 实力够强的队友 另外 我这边官方贡献点比较多 希望用官方贡献点 兑换一把御敌法器 有意的可以报名 话音落下 下面顿时一片吵闹 无数人争先恐后的毛遂自荐 口莫纷飞 宛若一个菜市场 刘胖胖没有离开 也没有说话 在原地站了一会 突然 猛地向不远处的拍卖行跑去 李轩秒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是要砸钱了 只是 咱们这可是满员队啊 终究李轩秒还是小瞧了 刘胖胖的超能力 不过一分钟 他就拿着一杆 翠绿色的御敌 挤到了人群的最前方 官方管得确实言 但也不禁止玩家间的私下交易 有时候交易产生了纠纷 甚至会出手管束 当然 官方本身也是会收购 玩家手上的零食零财的 只不过相对于收取科技类物品 较为被动 给的也大多是贡献点 而不是金钱 官方贡献点 虽然也能兑换成金钱 但是比例非常不划算 基本没人会主动兑换 大家虽然全部被关在了基地里 包吃包住有工资 但金钱也是能派上用场的 基地里有超市 有电影院 有酒吧 甚至还有洗浴中心 另外还支持网购 只是需要经过专门的检查 才能收取包裹 李轩秒知道 刘胖胖现实中 经常在玩家论坛上收零食 但不知道 他竟然收了那么多 好几万的上瓶法器 也能一口气拍下 真真是财大气粗 竟现玩家首富本色 果不其然 玉笛一拿出来 就吸引住了那位李云飞的目光 刘胖胖也不废话 我队伍里都是第一梯队的先天高手 神通法器齐备 已经过关过三次副本 打通关过四BOSS的副本 就缺你这样的高手 愿意来的话 这笛子可以直接送你 那李云飞也是有点风骨在身上的 否决了他的提议 我可以进你们队 但是这法器 我不白要 你看看 官方贡献商店里有什么你想要的 我给你兑换 抵笛子钱 听到两人确定用功意向 其他围观的玩家 纷纷失望离开 其中那个筹钱的家伙 更是尤其的不甘 但是没法比 目以成舟 还是一跺脚 带着队员 继续去副本门口排队去了 刘胖胖满面春风的 带着这位地煞强者回到队伍 大家的脸上 却只剩下了忐忑 谁都知道 队伍里有个战斗类的地煞 怕是五BOSS的副本都能随便过 再也不用担心 复活浪费时间问题 队伍里的这四个位置 可以说是真真切切的金饭碗 大家都打过副本 知道打一次副本 是多么的艰难 没人会主动放弃 这来之不易的躺赢机会 决定权在刘胖胖手上 他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看向众人 眼神从小平头 李轩秒 老赵身上一一扫过 最后停在了一项 沉默寡言的王赢身上 王赢眼神躲闪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要点面子的 非常光棍地后退了两步 抱拳 算了 我再去找其他队伍吧 等以后升到了初级学院 打二十五人本的时候再合作 刘胖胖脸上露出一丝释然 毕竟组队了一个多月 多少有点感情 他也不打算把场面弄得太难看 那行 前天你向往借的那八百零食 就不用还了 算是给你践行 嗯 以后再合作 时间还长着呢 问题解决 五人转移阵地 来到了五道副本前 这里没什么人排队 空空荡荡 只有他们五个 三人前几天已经打过修仙本了 还在七天冷却中 既然这位地煞强者 需要打五道本 大家也只能舍命陪君子 只不过 大家之前商量好的 是打科技本 对五道本还没有足够的准备 得重新商量一下战术 你们对五道副本熟悉吗 地煞强者李云飞 首先发问 打过一次 第一个BOSS就团灭了 刘胖胖怂怂肩 那BOSS速度太快 我们的攻击实在跟不上 是啊 除了跟踪指向型的技能 其他一下都没打中他 小平头也补充 我算过了 整场打下来 我们只打中 他五张独剑符 我这几天也查了一些资料 好似看出了大家的惆怅 李云飞解释道 事实上 官方在秘境之道上 也攻略过几次武道类的副本 只是这种副本 确实难度太大 最多也攻略过两个BOSS 不过官方那边 也总结出了一些资料 武道本的BOSS大多都是人型 武功极高 已经确定 无论速度 力量 还是抗打击能力 全都在先天之上 其中第二个BOSS 甚至能内气外放 全境 只抵十杖开外 威力不减 官方那边测试过 这些武道BOSS 虽然能够外气护体 但本质上防御力 并不比修仙本的BOSS高 事实上 我们的神通 或者术法俘虏之类 也是能够破防的 关键 还是在于速度 只要我们能延缓 他们的移动躲闪速度 只要能够打中他们 也是能战胜的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 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减速 我的神通大家也知道 属于阴波类 威力虽然强 但是也是需要明确目标的 如果大范围攻击 你们也会被波及 而且我只有画境巅峰 防御力不足 不可能单人对敌 听了他的话 大家纷纷开始出谋划策 我记得有一门神通 叫做定身 虽然可能定不了多少时间 但应该能提供一次攻击机会 这门神通 需要官方贡献点兑换 还得等官方 从大鱼的图 把灵财运过来 比较麻烦 我在拍卖行里发现一种 泥泽服 说是能在一块区域形成泥浆沼泽 应该对减速boss有效果 之前好像有个队伍 打出过一门神神秘法 能够发动神神攻击 说不定能影响boss 把人定住 我觉得 没必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 每人一把大盾 我们把李兄弟围在中间 再上好护盾 直接 全平音波攻击 咱们可以吃要顶 boss可顶不住 只要伤到他 影响到他的速度 那就好打了 我觉得地形也很关键 如果地形太宽阔 我们确实很难限制boss 如果把boss引到一个狭窄的地方 再不下一些陷阱 应该会有效果 一通群策群力 大多数方案被采纳 刘胖胖再次拨出钱款 给大家去拍卖行采购 增加副本通过率 说实话 李轩秒其实也是很想打武道本的 毕竟他是先天 已经在这个境界停留了很久了 每天虽然会坚持练武一个时辰 或者半个时辰 但他能真切地感受到 自己的提升非常有限 练修先攻法 虽然进步明显 但丹田灵力增加 和肉体变得更加强健 给人带来的安全感 是完全不同的 李轩秒还是更加喜欢 当年在尖牙寨 天天挥汗如雨的练武 感受到的那种逐渐强大的感觉 更强的武道功法 真的很让人好奇啊 准备完全 再一次检查了一下身上的各种道具符录 确定东西都在最顺手的位置 五人相互点头 鱼冠走进了副本之门 还是熟悉的失重感 轻微的眩晕后 李轩秒立马拔剑持盾 谨慎地环顾四周 还好 和之前的副本一样 一开始的出生地 还是没什么危险的 周围是一大片树林 明月高悬 不远处还能看到 一座建在小山上的小城堡 看着是古代风格 不到五秒 一个机械的女生响起 本次任务 击杀完刚成城主单宇秀 以及他手下的四大部将 柴田峰 杰成康 金村胜 松平中 马德 不仅不是奖励副本 还他妈是五boss本 真是倒霉到家了 李轩秒看向队伍里的其他人 果不其然 大家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经过这一个多月 那么多玩家 那么多队伍的攻略 即便是修仙本 打通五boss难度的队伍 都不超过一只手 更不用说难度更高的五道本了 但是没有办法 总不能为战先妾 直接在副本门口自杀吧 大家都是要面子的 尤其还是在有强力新队友的情况下 哎 先过去看看吧 刘胖胖叹了口气 下达了命令 不出意外 boss肯定都在城堡里面 借着夜色 大家渐渐靠近了过去 这座城堡很明显处于戒备状态 而且说是城堡 这里更像是座药色 城堡底下是坚硬的花岗岩基座 周围还环绕着一圈四五帐宽的护城河 城门早就被收了起来 看向城堡上方 高高的城墙上点满了篝火盆 还有持着长枪 穿着盔甲的士兵在列队巡守 看着还都非常强壮 妥妥的精锐小怪 这特么是个乌龟壳啊 难搞啊 老赵首先忍不住感慨 有人专门查看城墙 渡水容易 想爬上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要不还是死出去吧 我们下周再来打 小平头表现出 国家一级退堂鼓演奏家的水平 声东击西吧 我这里有几枚火爆符 可以延迟启动 李轩苗给出意见 把符路放到东边引爆 吸引目光 我们再从西边爬上去 行 就按你说的办 刘胖胖决定果断 等一下 天之骄子李云飞 叫住了正要行动的大家 你们没发现 这座城堡出城 只有一条路吗 什么意思啊 刘胖胖表示不解 朝城门那里看去 高高的吊桥城门 已经被吊起 四面都是护城河 看着确实只有一条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进城呢 李云飞笑起来 城里什么情况 大家都不知道 进去万一遭到几个boss围攻怎么办 我建议 还是引他们出来 打阵地战 如果出来的 boss多 外面地方也大 方便我们躲藏 那就按你说的办 刘胖胖 从剑如流 商量了一下细节 一对人发动轻弓 轻手轻脚地 来到了城门外的密林之中 李云飞拿出了御笛 贴向了自己的下嘴唇 在其他四人的目光中 第一次发动了这门传说中的地煞神通 五 笛声奏响 婉转悠扬 在寂静夜里尤为的明显 而且不仅如此 李轩描很明显地看到了音波的颜色 那原本无形的音波 竟然是淡金色的 一层层宛若涟漪荡开 隔开粗壮的树木 撞向不远处的城堡 这音波出奇的锋利 树木纷纷倒下 还在城墙上炸出无数爆响 留下一道道锋利的痕迹 这样的动静肯定是瞒不了人的 一瞬间 无数士兵就靠了过来 说着几里呱啦的语言 朝着这边看过来 好在是夜间 树林中没有灯笼 他们看上去并没有看到什么 只是一片慌乱 在小队其他人宁神准备中 不多时 城堡的吊桥大门终于被放了下来 一个穿着红色战甲 骑着高头大马 手持一杆分叉长枪的大将 带着二三十个士兵走了出来 战将的头顶上 有很明显的三个大字 柴田风 确确实实的 BOSS无疑 小兵们张弓搭箭 向着大家之前的方位射出火箭 可惜大家早就转移了 这些火箭除了点燃了一些树木之外 并没有发现什么 那BOSS喝骂了一声 带着小兵们跑了过来 想要近距离查看 竟然真的只有一个BOSS跑出来 原来这就是这个副本的正确打法吗 还好我们没有冲动进城 在李轩秒的感慨中 BOSS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打 发令的是李云飞 随着他的笛声再次奏响 队伍里的其他人也纷纷展开了攻击 李轩秒也鼓动双臂 调动灵力 发动神通 将二十枚锐金镖 在两秒之内全部射了出去 敌民我暗 黄红烂炸中 一波攻击就把那二三十个小兵杀了的金光 只剩下了战马爆开 摔倒在地的BOSS 这BOSS带着头盔 刚刚很明显被 惊声欲震的音波扫了好几下 但也并没有看到他受多少伤 他的反应也是飞快 第一时间站起身 长枪被他一扭 就分成两把短枪 向着大家的方位冲了过来 BOSS的速度确实很快 即便全身着甲 也比第一次打的那个匕首女 慢不了多少 好在大家早有准备 刘胖胖已经提前布下了四五张尼泽符 将大家四周方圆十张都变成了沼泽 BOSS一冲进来 就泥足身陷 速度力降 果然有用 没有二话 大家纷纷发起了攻击 李轩苗也把一把破甲锥 全力射了过去 破甲锥不愧是专门破甲用的 一下子击碎了BOSS的胸甲 深深地刺了进去 但他毕竟是BOSS 皮糙肉厚 即便遭到了这样的打击 依然发出怒吼 一跃而起 向着大家直扑而来 就 狄子猛地发出一声尖利的锐鸣 只见原本荡开的金色音波 被凝成了一股细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李轩苗指看到眼前金光一闪 BOSS的头颅就飞了起来 身体直直地倒在泥浆中 一动不动了 我擦 这神通这么强力的吗 这可是BOSS啊 这就秒了 我们以前打本 哪个BOSS不得磨个半个小时以上 这才开战多久啊 一分钟还是两分钟 这就是地煞神通的威力吗 这就是抱大腿的感觉吗 碍了碍了 咚咚咚 高达两张的巨人 每一次跨步踏出 都带着沉重的脚步声 仿佛让这个大地都在振战 火焰 雷霆 冰霜 金属 无数攻击铺天盖地地笼罩过去 在他古铜色的皮肤上乍响 在化作碎片消散 潮湿的泥浆 直到他的脚踝 盘旋缠绕的藤蔓宛若细线 结冰的泥水 脆弱饼干 全都没有对他的冲击 造成任何阻碍 巨大的斧头 已经被他高高举起 和他脸上的笑容一样残忍 物揪 在其他人一片绝望的眼神中 敌音在转 所有金色的音波 全部汇聚向了Boss的头颅 将这原本古铜色的光头 变成了淡金色 音波阵战 Boss的头颅整个都在颤动 让他脸上的表情都模糊了起来 突然 噗 一声轻响 一喷血雾从Boss耳朵中爆出 宛若一场小雨 洒落一地 Boss前冲的身体也一下顿住 噗噗 噗噗 一连四声 Boss的眼睛 嘴巴 鼻子 太阳穴 一个接着一个爆出血污 将他的整个上半身 都染成了血红色 斧头垂了下来 Boss的身体 也像一面高大的城墙 重重地 砸向了不远处的众人 还好 大家早就做好了躲避的打算 纷纷发动轻弓让开 没有被砸到 只是被溅了一身的泥水 马德 真特么夸张 这特么还是人 看着不远处 一动不动的Boss 小平头第一个发出感慨 刘胖胖也是一脸的后怕 还好有李兄弟在 不然这种Boss 咱们怎么可能打得过 不愧是地煞神通 就是强啊 老赵也开口赞赏 李轩秒没有说话 还是和干掉之前几个Boss是一样 上前开始检查这第四个 Boss松平中的尸体 开始摸奖 可惜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位赤怪着上身的猛将身上 没有携带武功秘笈 也没有其他什么担药 道具啊 之类的东西 唯一看上去指点钱的 是他那把将近三米长的长柄巨斧 对于检测法器材质 李轩秒已经很熟练了 经过检测 不出意外 这把巨斧 还是凡间的百炼金刚所著 虽然沉重锋利 但确实卖不上架 不属于超凡物品 连拍卖行都上不了 顶多带回去熔了 做成普通武器 卖给其他玩家 老赵看到李轩秒摇头 立马就不爽了 怎么了 又是樊冰 说吧直接走过来再次检查 可惜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 他实在不甘心 还把BOSS的短裤都扒了 也没找到任何看上去有用的东西 这副本什么情况 刘胖胖也不乐意了 达到现在 只有第二个BOSS的护心镜 第三个BOSS的弓弦 算是超凡物品 这掉落率也太低了吧 这人型BOSS身上也没材料可以采集啊 小瓶头上前摸了摸BOSS的皮肤 也开口 不行 已经软了 这家伙应该是学了一种 类似于金刚照铁布衫之类的硬弓 所以之前才刀枪不入 现在散弓了 就没效果了 哎 算了算了 还有个最终BOSS 希望他能掉点好的吧 刘胖胖叹气 最好多掉点武功秘籍 大家放下讨论 再一次看向不远处的城堡 可能是因为 四个BOSS把士兵都带出城的缘故 现在城堡的城墙上 并没有看到其他士兵的身影 只有一个个篝火盆 还在劈啪地燃烧着 城门也就这么大开着 A77的一片 看不见里面的景象 整个城堡都是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人声 可是明明比之前看上去容易攻破得多 但看着那个大开着 仿佛张开了嘴巴的野兽般的城门 李轩秒还是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又等了好一会 确定最终BOSS不会出城后 刘胖胖给出了命令 看来老怪不会出来了 大家进去吧 我开道 老赵很主动 扛起二BOSS掉落的金刚大盾 就走在了队伍最前面 或许他也感觉到了 自己和小平头 是刘胖胖的救食 只有他资历最浅 这是有危机感了 简单分析了一番 李轩秒也拿起自己心满的法器大盾 护在了李云飞的前方 找到了自己在队伍里的生态位 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城中 还好 和大家预想的不一样 城里确实没有其他士兵小怪 一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 城堡内的道路四通八达 但是大家也都是有经验的 不难分析出 那最终的BOSS有大概率 是在城堡最上方的 那座华丽阁楼中 瞅准了向上的道路就往上攀登 大家都有轻躬在身 不多时就走进这座阁楼 说是阁楼 但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里更像是座寺庙 三层楼高的阁楼里 首先被大家看到的 是一个满脸猙獰的巨大雕像 那雕像像是一个肌肉发达的恶鬼 一手是长刀 一手是短刀 单腿站立 头发如同火焰 一脸怒容地看着前方 颇有威势 在雕像前的蒲团上 正柜坐着一个普通人大小 长头披肩的人影在他的左右脚边 还各放着一把刀 和雕像一样 右肠左短 可能是发现了大家的进入 那个人影发出声音 我已经放弃了不武天下的大院 知田大人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吗 这副本莫不是还有剧情 别跟他废话 打 刘胖胖却没有听Boss欧客的想法 只发布了命令 大家都配合那么久了 自然养成了一定的默契 趁着Boss被对着大家 纷纷丢出了各种服务 李云飞也再次吹奏起了笛子 眼看着各种攻击即将打到Boss身上 突然 一股无形的力量出现 仿佛护盾一般 将所有攻击拦在了Boss尸尺之外 不知道何时 Boss已经转过了头 短刀已经被拔出 指向了众人 终究是一群刺客 终究没有武士的尊严 知田不是一直想看 我的剑刀吗 今天就让你们看一看 说着 另一把长刀也被他拔了出来 巨大的心理压迫赶压了过来 刘胖胖立马下令 护住李云飞 上去挡住Boss 他的指挥没错 这里属于一个高台 周围的走到围栏区域有限 没有很大的躲避空间来周旋 必须有人挡住速度极快的Boss 给李云飞发动神通的时间 李轩秒和老赵对视了一眼 没有二话 迅速把几张护盾扶拍在身上 两人一左一右向着Boss挡了过去 二号Boss掉落的大盾很大 老赵练的武功 也是出了名的力气大 他一个人就几乎挡住了 大半个阁楼的门 李轩秒则挡住了另外一小半 完全挡住了Boss的移动路线 但金色的音波已经流淌了过来 缠向了一步一步走来的Boss 还没发动攻击 Boss就好像发现了什么 一跃而起 闪过音波的围绕 跨过长长的距离 就是剑光一闪 一仗多高的金刚大盾上 出现了一条斜线 一半大盾重重地倒了下来 露出了后面一脸惊恐的老赵 死啊 老赵反应过来 使出全身力气 把剩下半块盾牌砸了出去 可惜Boss的速度出乎意料的快 闲听信步般一个转身 就躲开了这威猛的一击 再一次挥出了长刀 还是熟悉的剑光 不 轻轻的 那是护盾碎裂的声音 那柄长刀上的力量 也出奇的大 虽然护盾服务住了老赵 没让他被秒杀 但那无可抵御的力量 还是让他如同一个炮弹一样 飞射了出去 撞破了身后的栏杆 掉下阁楼 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 马德 这么强的吗 又快攻击又强 这些武道本Boss 真的还有王法吗 咽了口口水 李轩秒知道自己不能躲 想要通过副本 只能靠给李云飞拖时间 看着四周积攒的 越来越多的金色音波 李轩秒果断抛开大盾 拿出短剑迎了上去 我有四层护盾服 两层轻身服 我必须挡住它四下 甚至更多 那个Boss看上去并不卑鄙无耻 没有绕过李轩秒去攻击后面的人 还是直接持刀斩向了李轩秒 马德 轻身服也没屁用 根本躲不开 不 第一层护盾告破 还好 李轩秒提前计算过方位 剑上的距离 让他的身体翻滚出去 重重地砸在阁楼的立柱上 有护盾在 倒也没有受太大伤 李轩秒立马从腰间 撒出一把锐金镖 继续吸引Boss仇恨 Boss好像身后长着眼睛一般 左手短刀化作残影 一瞬间就把所有飞镖斩成了碎片 继续持剑冲出 不 又是一层护盾碎裂 但这一次李轩秒没有被砸退 Boss的刀锋 停在李轩秒脖子不远处 脸上露出饶有兴致的表情 你这是阴阳师的法门 还是某种新认术 我这是 李轩秒完了的心眼 话说到一半 猛地从袖子里 丢出一根破甲锥 可惜 Boss强得可怕 短刀刀柄轻轻一颗 就把破甲锥磕飞了 他眼神立马冷了下来 不知死活 剑光闪动 不不 两层护盾瞬间告破 长刀停在了李轩秒的脖子上 冰凉的刀锋 让他的脖子一阵发寒 还好 那边的刘胖胖和小瓶头 也不是吃干饭的 刘胖胖丢出了四个小旗帜 把他们三个围了起来 小瓶头则拉弓开始了骚扰 可惜他的箭矢 也是同样的无力 轻易就被Boss斩碎了 马德 刘胖胖 你个浓眉大眼的 有震气竟然不告诉大家 早知道我冲什么啊 一阶的防护阵法 应该能挡住Boss好意会吧 哎 这次怕是又要死回去了 好在最后分配不会少 就是24小时 复活冷却实在折磨人 Boss也看到了那边的情况 眉头微皱 却没有直接斩杀李轩秒 而是向着刘胖胖三人冲了过去 还是快到看不清的剑光 只是这次剑光 被一道青绿色的大型护盾挡住 不得寸进 有意思 Boss后退两步 双手把长刀高高举起 停顿了一秒不到 全力就是一个下批 内力外放 剑气形成 但蓝色的剑气 重重地斩在大型护盾 上 这次护盾忽明忽暗了一下 上面出现了一道很明显的裂痕 Boss得势不饶人 又是一下大力劈砍 剑气冲击 裂痕更加明显 刘胖胖的脸色出奇的难看 一边丢服录 一边回头看向李云飞 还有多久好啊 我这边可能挡不住他多久啊 哎 你们没发现吗 李云飞叹气 这Boss的移动非常谨慎 一直徘徊在音波的边缘 我没有百分百地把握音波凝形 打中他 那怎么办 刘胖胖有些急了 就不能把他的头 和刚才那个一样 直接震碎吗 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李云飞解释了一句 第三下斩机已至 护盾裂缝更多 任谁都知道 或许再来两下 甚至一下 护盾就得破了 看着大家难看的眼神 李云飞沉默了一会 终于开口 算了算了 今生你们已经见识过了 现在就让大家看看御阵吧 你们把耳朵堵起来 尽量抱头蹲下 没有二话 包括持剑 准备偷袭的李轩秒在内 大家都捂上了耳朵 李云飞拿下笛子 平放在前 右手中指微曲 然后一下弹在了御笛上 平 清脆的 御气被击打的声音 紧接着 这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即便李轩秒完全堵住了耳朵 那声音还是穿透过来 仿佛无数根尖针 从他的耳朵刺向他的大脑 马德 是无差别攻击 问 尖利的声音连成一片 都显得有些沉闷了 李轩秒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 有液体流向了嘴巴 舌头一长 浓浓的咸腥味 是血 就连眼睛都有些模糊 不远处的BOSS 仿佛在天边 又仿佛在眼前 弯曲大小不定 我不会死在BOSS前面吧 定 声音响到了极致 如同一根钢签 深深地插入了李轩秒的脑子 在里面翻江倒海 无尽的疼痛中 让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碰 一声突兀的轻响 所有声音消失 天旋地转中 李轩秒只能躺在地上 抵御无尽的血运感与疼痛 不知道过了多久 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说话 但无论如何 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被人浮起了 但全身软绵绵 晕乎乎 一点力气 都使不上 眼睛里也是七彩的光斑在旋转 什么都看不清 又不知道过去多久 所有的混乱逐渐平息 周围的声音逐渐地清晰 眼前的色彩 也一一组合 化作了明确的图像 还是之前的阁楼 自己靠着一根柱子坐着 不远处是半跪着 没有头颅的boss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什么品杰 围绕着拍卖行的拍卖台 小平头忍不住急切发问 刘胖胖低下一只抬着的头 脸上泛出笑意 没错 这本《风铃火山》 是一节上品的五道秘籍 目前拍卖行五道类的秘籍 只有这一本 那就确定是先天之上了 这下牛逼大发了 随着老赵的感慨 全对其他人脸上 纷纷露出了笑意 之前卫戍局也默写了 几本大鱼地图的武功秘籍过来 但是即便制作在精良 还原的在准确 这些武功秘籍 都没有一本能上拍卖行售卖 这也意味着 那些武功秘籍都是反物 和反铁差不多 虽然也能增加一些战斗力 但上限太低 最多能对付对付小怪 连BOSS的防御都破不开 还是先拿下来 万一被NPC拍下来就不好了 李轩秒给出建议 刘胖胖也是从剑如刘 虚空点击几下 拍卖台上白光一闪 那本厚厚的四色秘籍 就出现在了台子上 左右环顾了一圈 大家一路前行 来到了李云飞的宿舍 作为上品林根 他的洞幅比 大家的都大了三倍 尤其是院子 和个标准 篮球场都没多大区别 非常适合大家活动 演练武学 李云飞开启防护法阵 大家在院子里坐下 刘胖胖首先开口 好了 大家商量一下分配吧 那些凡兵 还有盔甲材料 我会物色人选 把他们重链 再卖给其他玩家 到时候看卖了多少 然后再给大家分钱 其他的 大家一起商量 说完 他往胸口的储物袋里一身 一面泡面盖子 大小的黑色护心镜 被拿了出来 这是从副本 第二个BOSS身上摸出来的 经过李轩秒的检测 即便用一阶下品的法器短件 附带 气刃 神通 都无法破开 甚至连一丝痕迹 都留不下 妥妥的超凡物品 一阶中品的墨屋护心镜 拍卖行鉴定 是一阶中品防具 市场上没有相似的法器 无法导入灵力增幅 你们谁要 没有人说话 很明显 大家都对这玩意没多大兴趣 防御强规强 但面积太小 打起BOSS来 用处有限 看大家不说话 刘胖胖做出决定 那我就等下去卖掉 一阶中品的法器 一般都在六千零食以上 但这玩意太小 我就定个五千吧 到时候一人一千 没人反对 又是一根淡青色的长绳 被他拿了出来 刚刚检查过了 这根弓弦 算是一阶上品的灵财 阿平是用弓的 这玩意专业对口 就分给他 他给每人一千零食 可以吗 一件灵性完好的一阶上品的灵财 肯定不止四千 但毕竟是队友 大家以后未必没有有需求的时候 为了将来 自然也没人反对 然后被拿出来的是BOSS的双刀 一长一短 刀鞘齐全 完全的窝刀样式 黑蓝相见 无论刀鞘 刀隔 刀饼 全都精巧无比 让人一看就知道 不是反品 一阶极品的武器 大家谁要 很久都没人说话 正当刘胖胖 要做出决定的时候 李轩秒开口了 我要那把短的 我现在 这把下屏短剑 总感觉攻击力有些低了 每人两千怎么样 长得不要 刘胖胖询问 这把长刀太长了 我也没学过刀法 感觉用起来很困难 还是卖了吧 李轩秒摇头 行 刘胖胖环顾全场 没人反对 短刀的归属权 就被决定了下来 毕竟是一阶极品 我等下去挂个三万 看看能不能卖掉 然后刘胖胖又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枚拳头大的金银 上面 踏着一只金雕的猛虎 坐下山之士 栩栩如生 这玩意 是大家打完最终 BOSS后 在那个神像下的暗阁中找到的 差一点就错过了 这玩意刚刚鉴定过了 这是一阶极品的特殊道具 有着凝神的特效 经常观摩 还有几率领悟 虎视 不知道是个什么效果 这玩意还是不要卖了 留着大家一起感悟吧 我感觉这个什么 虎视 应该和武道有关 不是小说中经常有什么见识 刀是吗 应该是同一种东西 李云飞给出建议 大家自然没有二话 纷纷同意留下这件宝物 最后 刘胖胖从怀中拿出了那本 从最终BOSS宝箱中开出的 《风铃火山》 《武道秘籍》 无论哪个副本 战胜最终 BOSS后 都会出现一个宝箱 有大有小 里面放着各种奖励 只不过 奖励是随机的 这次大家的运气 看上去不太好 宝箱里孤零零就这一本书 这秘籍肯定不能卖 我们大家先学会了再说 小平头首先给出意见 嗯 官方虽然让我帮忙 搜集五道本的秘籍 但也不急于一时 李云飞也很开明 还是等大家先学会了 我再上缴官方 贡献点大家评分 唉 这次能过副本 大多数都是你的功劳 刘胖胖情商上线 官方的贡献点 我们也没多大用 还是你留着吧 在官方那边 也比较好说话 其实我也没用 李云飞怂怂间 官方的仓库在奸牙寨 兑换了东西也运不过来 顶多也就换点钱 不如给大家提高一下 现实中的待遇吧 也行 到时候再说 刘胖胖点头 语气有些迫不及待 我们还是先一起 看下这本秘籍吧 虽然 之前已经简单翻看过 但随着它的翻动 大家的目光 还是被吸引了过去 和贴在额头 就能直接吸收 所有知识的修仙功法 预见不同 这是一本真真切切的书籍 纸张厚实 图文并茂 而且一看上去就知道 这本书传承了很长时间了 满满的岁月痕迹 书页的纸张 有四种颜色 分别是淡青色 翠绿色 火红色 以及土黄色 不同的颜色 也把这本书分成了四个部分 也就是书名里的风 灵 火 山四个字 每一页翻开 都是同样的形式 左边的页面是图像 右边的页面是文字 图像大多是人形 人形动作各异 上面还有各个穴位 经脉 运气的路线图 右边的文字 则是对图像解释 可惜多是古文 潜词造句上 和大家上学时 学得还不甚相同 看起来有些费劲 但五个人里 四个都是大学学历 多多少少有些功底在身上 连萌代猜 也能基本搞明白 一些功法里的奥秘 在大家的激烈讨论下 这本秘籍的神秘面纱 也被缓缓揭开 疯字的章节里 教授的是一门宫术 以及一门轻宫 看介绍 能够把内气附着在剑矢上提高威力 练到高处 甚至有碎锋效果 这个效果 之前大家打副本时 是亲自领教过的 那第三个 BOSS就是个弓箭手 一发蓄力剑 就把老赵的盾牌炸碎了 还让小平头 受了不小的伤 还好李云飞给力 金色音波偷袭下 一下击碎了他的弓身 再一下砍伤了他的脚踝 最终一顿围攻加蓄力 取了他的头颅 这门轻宫也颇有看点 能汇聚内气于脚底 还能全力爆发 进行短暂的飞行效果 可惜那BOSS死得太快 没有给大家演示 林字篇章则属于第二个BOSS 这家伙是个绿甲的刺客型的 有着树林中隐身的效果 一下偷袭 差一点就秒杀掉了刘胖胖和李云飞 好在两人身上都拍了护盾服 才躲过了这一截 看功法介绍 这是一门和自然相容的内功 在森林树木中 可以完美隐藏自己的气息 而且练到高处 也能够内气外放 以木为兵 摘叶飞花都能做到 可惜这BOSS看上去没练到家 还没来得及展示 就显露了真身 大家一通覆盖射击 左闪右躲中 被李云飞爆掉了头颅 火字篇章不出意料的 属于第一个BOSS 看解释 这是一门完完全全增加攻击力的功夫 能够让自身的内气 在释放后爆开 造成极大的伤害 练到高处 名为火舞 能通过兵器释放火焰 造成范围效果 妥妥地群战神功 现在李轩秒回想起来 拍成两把向大家冲过来时 好像两把短枪头上 都闪过一些红光来着 可惜这家伙死在冲锋的路上 也没能展现 这门功夫的神妙 最后的土篇章 则是妥妥的一门硬弓 看介绍 它能让人力量大幅度增长 而且可以通过长期大量进食 增长体型 虽然不像其他篇章那样 可以内气外放 但是也能在发功后 将内气遍布身体各处 大大增加防御力 练到高处 可以产生不动如山的效果 可以说是肉盾专属 说实话 这第四个小boss 也是对小队威胁最大的一个 大家的各种攻击 俘虏几乎对他没有任何效果 就连李云飞的 金声 那弹金色的音波 无论是斩击还是刺激 也都没在他身上 留下任何伤痕 如果不是他体型庞大 反应稍稍迟缓 让大家能够绕后躲避 说不定 队伍就团灭在他手上了 最终也是李云积攒了足够的 金声 才通过大家不知道的方式 用高频率振动头颅 杀死了他 围绕着这本秘集 讨论了大半天 直到下线了 大家都没讨论完 在现实中 再次聚集到食堂二楼包间 一边吃饭 一边继续讨论 你们也看到了 这说是一本秘集 实际上是四本 每一门的运功路线 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 大家还是分开学习 像带几个boss一样 各自学习一门 这样进展也快 我的神通就是 蛮力 我就血土自攻 以后我就是队伍的 MT 唉 可惜队伍里没奶妈 那我肯定学疯啊 我和boss都是完工的 就是这个钱 我想先欠一欠 我想找人给我 打个一切上品的工 下个月再给行吗 我觉得秘集有些不对劲 你们看了那么久没觉得吗 文字还好 那些图像 好像有种独特的吸引力 看久了 好像再懂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这可能就是 超凡武学的不同之处 图像有神韵 必须看原版学习 复印下来也没用 确实 不然咱们找人复印 几十上百本上拍卖行卖 岂不是发了 那个图像的变化 我也发现了 感觉那应该是招式 武功嘛 分内功外功 内功就是功法里 修炼出来的不同的内力 外功应该就是那些图像的变化 对 应该和我国传统武学差不多 分动功进功 这四门武功 都需要大家动起来修炼 不像修仙 必须盘息运气 关键是 这秘籍练出来的内力 会不会和修仙功法练出来的灵力冲突 我看上面讲 也是通过经脉运行 最终进入丹田的呀 这谁知道 明天我们上线试试呗 大不了走火入魔 嗯 反正我们是玩家 爆铁王也能复活的 这秘籍上 一点也没提灵气的事情 吐字篇还说 要大量进食 会不会真的和武功一样 能在现实中修炼哦 现实中内气外放 这有点夸张了吧 加上那个速度 普通的枪械都无法锁定啊 这怕什么 现在的无人机玩的 都是高能激光 激光雷达锁定 再快 你能快过光速 不影响和平安定 哈哈 要是我国那192个重装合成旅 每人都能内气外放 快若闪电 新调国怕是要哭出来 哎 现实中练功还是太慢了 我天天练四五个钟头 现在也才安静 就算能练 想练到副本boss那个程度 不知道要多久 怕是老死也练不到啊 我感觉 可能还是现实中的食物的问题 游戏里的食物 我吃一两份就饱了 现实中这一大桌吃下去 也就是个七分饱 练个几小时 肚子又饿了 不不不 我觉得是灵气的问题 游戏里 无论大鱼地图 还是仙连宗地图 都是有灵气的 所以可能食材里也有灵气 可以滋补肉身 现实中没有灵气 全靠营养 自然跟不上 哦 对了 我都忘了 之前在武道本里 你们有感知到 里面有灵气吗 我也没注意 只想着怎么打boss了 我试过 我射飞镖 都是附带神通的 消耗灵气不少 但那个世界没有灵气 和科技本是一样的 只能通过单要恢复 不对啊 没有灵气 武道本的掉落里 又为什么会有灵财 和超凡武器呢 对 还有boss说的话 说明副本 其实也是有剧情的 也是有其他势力和人物的 只是因为有空气强 我们只能在那一小块区域活动罢了 这些副本背后问题很大 管那么多呢 明天上线 全力练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